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公司的PMN在後面的現場轉播 要求說我們講話都要站起來 他說不然多少我上課都要再站起來 等下你們都要站起來喔 財務差點 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這場執行辯護人 日本、中國、台灣的魔鬼那一人的交流會 我們今天這三位律師其實都分別代表他們的國家棒的捲律師 但是如果我們說這個人是為了捲帶奮鬥的律師 通常一個正常的社會是會獲得混彩 但是如果你說我是會死刑犯辯護的律師 就不一定 尤其是在亞洲 那麼尤其是受到這種所謂中華法系的影響 所謂沙爾摩斯千代環節的這種習慣法的影響的人 很難理解說為什麼這種最大惡情 食樂不食人、人生共分的人 他還值得有一個律師 而且還是最好的律師 那麼其實 這個就是我們 剛剛這個法律的人 其實我們對所有的人性的都是基本上無罪對定 而且相信認識又可能更深的 如果沒有這種想法的人 其實是完全不適合的 那麽 今天我們請到的這三位律師 首先 安田華的律師我想大家比較認識 因為他也來台灣好幾次 尤其是 台灣我們知道 其實社會上也有相當一群的人 無理說是大多數的人 基本上對於死刑並不是很了解 但是質詢上就是覺得死刑是應該要存在的 但不然那些壞人 不就沒報應了嗎 那麼對於這種死刑的 那種無限的信任 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相對我們台灣的司法 民眾對於司法的信賴度 這幾十年來的調查 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50 那最近可能更嚴重 那麼對於司法這麼不信賴的國民 為什麼會相信說可以 國家可以殺一個人 這是非常吊口的事情 那其實其中是因為 資訊的不對 我們只知道 我們通過警察 跟媒體的嘴巴 知道說我們現在很悲慘 很殘酷的是這個案件發生 然後我們在通過媒體 在通過警察 他幫我們provide這個人 說這個人什麼樣子 那麼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認識他 然後再加上媒體啊 或者說是你看的好萊塢 電影的推播出來 我們想像中 社會上有一些人像怪物一樣 他是最無可遮 他完全無法更生的 我想請問大家 你們自己的 人生裡面有沒有遇到過這種怪物 無論如何是完全無可遮 他從頭到頭就是裡面的人氣 一點道德感都沒有 有沒有這種人 我的經驗有啊 大部分都是真實人物 用這個動物 用這個動物去殺人啊 所以需要用到自己的手去殺人 很多小人 但是呢 像這種事情呢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來編讀 我有一個理論就是說 越不幸的社會 越悲慘的社會 對人人氣越清淨 因為他對自己也沒什麼期待 所以對自己的爛命一條 所以別人也是爛命一條 那不幸的社會 讓我們就能共犯 所以說這些律師其實他希望 就是說 讓那些被社會遺棄的人 有沒有機會可以得到救贖 而且他們只有活下來才能夠真正去 這個補償他所做的什麼 那麼死刑編務人跟冤案編務人不一樣 因為他跟編務人 我們知道他 因為我們知道是冤案 所以他們的勇氣我們會贊贏 死刑編務人 往往是真的是他幹的 只不過說那這個人 是不是應該要死 前一陣子我看到有人在做這個 好像一種思想的術一樣 在那邊談到說 這歷史上哪些人 比方說 吳梭拉 或者是 康德拉 這些啟動主義的大事 其實很多人是站成死刑的 當然都是有各種不同的 那種哲學的基礎在談 那麼另外有舉派很反對的事情 那麼當時我看到他有談到說 就是有叫做漢娜阿倫 那阿倫在他的耶穌撒冷的艾西曼 這個書的最後講到說 為什麼艾西曼被判死刑 那艾西曼就是 代替希特勒他們去執行 屠三一代人的一個主要人物 那後來逃到阿根裡去 結果被以色列人 跑到阿根裡來綁架回來 然後在以色列的審判 審判以後後來判他的死罪 那阿倫就說 為什麼這個人會被判死刑呢 因為這個人所犯的罪 這個太驚人了 我們全世界沒有人願意跟他分享這個世界 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阿倫的意思是說 其實是說 當一個人阿 他犯下的罪那麼高天 而全世界一個人都找不出來 沒有人願意跟他分享這個世界的時候 那他知道你死 那當時實際上書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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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把阿倫可能把它分類 都是暫時刺刑的 其實我的解讀是正好相反 我在猜阿 艾西曼他的太太太 搞不好還願意跟他分享這個世界 也就是說 只要有一個人願意跟你分享 還給你機會的話 其實我們是不應該把人的生命取走 那當然這是一個很難的一個道德議題 我們可能要好好想想看 那我們今天請到三位律師 他們分別來不同的國度 第一位安田律師呢 他是台灣的 我們台灣怎麼說就是怕日語 我們會喜歡日本的 Hello Kitty 我們喜歡日本的半城之宿 我們也喜歡日本的死刑嗎 有人告訴我說 你看 日本在那邊配做死刑 日本是民族國家 那我們幹嘛騎呢 那麼 也許確實日本有很多好的地方 所以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日本的司法也很進步 好 那是不是真的那麼進步 我們等一下可能要聽安田先生 來獻神說話 好 那也許你會有事情 那另外一位這個是 我們千辛萬苦請來 劉偉國律師 中國的維修律師 基本上就是倒霉鬼的意思 哈哈哈哈 我們每次請中國的這些人權律師 來台灣的時候 心裡呢 是又欣慰又欣慮 我們怕他們來不了 來不了 或者我怕他們 來了以後我回不去 或者回去了以後呢 會被中國共產黨推訴 但是呢 也因為如此 這些願意來台灣分享經驗的 中國的維修律師 通常都是中國最有辦法 最可不及的 他們現在所受到的這種危險 只不過為人講一些真話 保護一點權力 那麼他們可能要付出代價 都會讓我們想到 借人的時代 在台灣 甚至可能有共識的人一起 那麼劉律師 同樣的 他也是為很多的 冤斷在辯護 他知道中國的死刑 我們等一下也要請劉律師 好好告訴我 那另外一位 劉國翔律師 因為我在法學身上不如他 所以我怎麼看比長相 現在的長相不要比下去了 劉律師 是我們 台灣非常重要的形式辯護律師 那 他最近 現在都是 這個上面寫的都是幫 邱克森 使求義務辯護律師 其實劉律師 也是初代的律師 他幫 他做了非常多的 提供台灣的重大型態 在辯護律師 那麼 我們請劉律師今天來 其實是 想要說 建有兩位 外國的朋友 他們的經驗以後 劉律師 從台灣的觀點 來做這個分析 那麼 因為時間上安排 我們是這樣想 就是說 每一個 每一位 其實說發言 也不要太長 大概15分鐘左右 我們盡量 把這個時間 讓給各位聽眾 我們來 可以來自如發問 應用發問來引導他們講更多 所以這個場子 其實不是我的 我只是主持人 場子是你們的 他們每一個人都講 其實接下來就是你們的而已 好 好 我就先介紹到這裡 那麼我們現在 我們首先先請 安田律師 好嗎 好 請 先請 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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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田芳弘 我是安田好紅 我想這裏最老的應該就是我 我想這裏最老的應該就是我 請請 要請請 希望 我也為了跟我日本的同伴 說 你看我跟那麼多年 歼在一下 他又知道我們去那邊 有趣的事,因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珍贵的,太不太可能的一个状况,所以请大家让我照相 我想讲一下日本的死刑的现状,还有我们对它的看法。 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希望讲一下我自己目前正在做的工作。 现在日本有133个死刑犯,然后关在7个看守所里面。 大家每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置信,然后在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之下,迎接着每一个早晨。 死刑施行是土曜日、土曜日、土曜日、或祝日的不普通的国际, 同期礼后午前中施行。 土曜日、土曜日、祝日以来。 我们执行死刑是除了周末还有假日以外的早上的时间。 朝八十五,突然呼吊出,自分的失考是没有解决的。 到早上八点以前不会知道是不是要执行死刑。 呼吊出,一时间以内的失考是没有解决的。 那你被叫出去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把你执行掉。 所以,毎日死刑死人,晚上起来都会害怕。 所以,为什么大家早上起来都会很害怕? 就是怕八点。 朝十十分之后,大家早上起来都会很害怕。 那到十一点了之后,都知道自己安全了,我又可以度过。 我又可以度过今天,我可以活到明天。 那大家每天都在这样的恐惧,活在这样的恐惧当中。 今年一共执行了三次,一共六个人被执行。 我想今年应该还会再执行一次。 日本的法务省は死刑が日常的に行われて、死刑が当たり前という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きました。 因为法务务省想要制造、执行是一个很平常的、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的状况。 ですから死刑失功があっても、世の中では驚きを持って迎えられない。 僕普通のこととして迎えられています。 死刑失功があっても、皆さんもびっくりしなくなっています。 日本、就算現在执行了死刑、大家也都不会觉得很驚訝。 要知道这样的状況? 日本は、私たち死刑廃止を願う、僅かな人だけ。 恐怖、恐怖、驚訝的、只有我们这群想要廢除死刑的人。 皆さん、日本の中では、死刑があって当たり前だと、今では思っています。 しかし、1980年代には死刑がどんどん減って、年間一人執行があるかどうかという事態が10年間続きました。 しかし、1980年代の死刑の判決を減少、執行があったり、一年に1人執行があるかどうかという事態があります。 その時、死刑、損事という時代がすごく恥ずかしい事だった。 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氛围 社会有一种氛围 就是死刑和执行是一件很丢烈的事情 当时的法律学者 那时候的法律学者 就是要找出支持死刑的法律学者 其实都很困难 1989年11月 2003年3月 3年4ヶ月间 死刑執行ない 時が続きました 1989年11月 1989年11月 2003年3月 2003年1992年 1993年 1993年3月 1989年11月 多くの人が死刑がもうなくなるだろう いうふうに期待しました しかし その後 法務省の白い巻き返しがあって 2003年の3月 死刑が再開されました 1993年の3月 それから 毎年 死刑が失効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那之後又開始 每年都有執行的状況 そして 法務事件が起こって 今方の感覚が変わりました 那之後發生了 奥摩真理教的 那個 毒器事件之後 整個社會的氛圍都變了 犯罪に対する警戒心 それは大変強くなりました 那對於犯罪的那種警戒心 變得強 恐らく日本の中で 多くの人が 朝原商工という 法務省教の教授ですね この人だけは死刑しよう というか この朝原だけ死刑する 朝原だけは死刑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那社會上的人都覺得就是 麻原彰晃這個人 一定要把他處理死刑 法務事件以後 死刑がどんどん不便 始めました 從那之後 那個死刑判決 就漸漸變多了 死刑執行も 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那死刑的執行也 漸漸的就是 不斷的出現 今では死刑が当たり前 むしろ死刑しない事を 避難する という声が 強くなりました 現在已經是到了 這個 覺得執行死刑 是一個理所當然 甚至不執行 這件事 是值得非難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以前的法務大臣是覺得不需要執行 執行 今では死刑執行 こうした事を 記者会議に発表して 自分の成果 だけ主張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自分の成果 現在的法務大臣 會在執行死刑之後 會開記者 會認為這個是 是一個自己的 政治的 那個 那種 稱 對 稱姬 對 裁判所も 死刑に対して 拒絶できではなく 死刑を判決を 減らしに進めています 法院也是一樣 今から二十年前の十年間と 最近の十年間と比べると 死刑は 基本から五倍に増えています 那之前的 那個時候的十年 跟最近的十年 比較小 最近十年的判決 死刑判決増加了 大概四倍 日本でも 裁判員裁判が 行われ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裁判員裁判でも 死刑が どんどん出てきます 日本現在在 實行裁判員裁判 也就是所謂的 類似陪審制度 那這樣子的 制度 也漸漸出現了 死刑判決 也有人說 裁判員的裁判 比以前 判的會更重 それと並行して 無期懲役も 重くなっているんです 還有就是 無期徒刑也變多了 20年前には 20年から25年に 出ることがで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開尺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今では 35年以上でないと 開尺にならない というような状態です 以前 無期徒刑的話 大概 徒刑20到25年 就可以出來 那現在 一定要徒到 35年以上 才能出來 世の中の雰囲気も 変わりました 死刑に 賛成する人 は80%に 達しています 整個社会的氣分 也改變了 現在 贊成死刑的人 到達 高達8成 贊成廢死的人 只有6% 到最近 他們做 民意調查 贊成廢死的人 只剩下 2.1% その中で 男性で 死刑廃死に 賛成する人は 1%に達し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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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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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フェイス 只有1% 不到1% 不到1% 100人いても 1人もいないんです 男性100人集まっても その中に 1人死刑廃死亡者が いるかどうか くらいの限りになってしまう です 100人 因为日本有一个很强的power 这个power就是来自检察官 因为他们是法务部的成员 法务省里面的成员 法务省的科长级以上的 就比较高层 中高阶的管理阶层 都是检察官在担任 他们就掌握着法务行政的实权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到底是怎么进行这些废死的活动 日本的废死运动 日本的废死运动是从民间开始的 香港人的废死亡死亡 1989年 1989年 我们有一个叫做FORUM90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是1989年出现 那这个组织是Amnesty 还有新闻记者、学者、私たち弁务士 全国有5000人余的学生、弁务士、政治家、 それからAmnesty的メンバー 我们的团体是由AI的成员、 然后还有学者、一些学者、 还有记者、还有几个政治家、 还有我们这些支持FACE的律师组成的 大概有5000多个人 最初是日比亚公会堂 一開始我們是在日比谷的公開場所在做公開的呼籲 全國各地 例えば大阪、名古屋、福岡、広島、仙台、札幌 那後來我們開始在各個地方 例如說像是仙台、札幌等等 反正就各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了這個論壇的活動 我們那個時候是用比如說類似寫文章的方式 當有新的法務大臣上任的時候就會一方面先祝賀他 然後但是一方面也呼籲他就是要被除死刑 就不斷的寫文章之類的方式發聲明等等這樣的方式來給政治家壓力 國外に死刑開始議員連盟という連盟ができます 死刑開始議員連盟 現在國外議員ですか はい、國外議員 在國會裡面有一個費死的議員連盟 但是因為在現在這種氛圍之下 每年有四到五次的執行喔 其實大家都覺得很平均 みんな天候なく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天候、将來の期待 大家都覺得對未來沒有什麼期望、沒有什麼希望的感覺 特に私たちの試練だったのは 私たちの仲間として 國外議員になり 死刑開始議員連盟で活躍していた人が本外議員になりました その人が死刑を執行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尤其是有一個議員 他曾經是我們費死議員連盟的議員 然後他現在當了法務大臣 而且他執行了死刑 政治に対する期待もなくなりました 讓我們對他變成政治家 這樣期待整個喪失了 もう一つ話を元に戻します 私はここで若い人たちでいらっしゃることにびっくりしたのは 理由があります 若い人たちがここでいらっしゃることに 私はびっくりしたのは 理由があります 回到正題喔 對於說 為什麼這裡聚集了這麼多年輕人 會讓我這麼驚訝 是有理由 是有原因的 なぜかというと 1989年に運動をスタートしました その時の仲間たちが そのまま年を動きしました 那是因為 我們1989年成立的那個FORUM90的成員 其實就 大家就年歲一直往上增長 若い人たちが 死刑や廃止の運動に加わってくれない あるいは 加わる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ます 日本年輕人對於這個FACE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呢 都沒有在積極參與 日本では若い人たちの就職先は なかなかありません 因為日本的年輕人 現在很難 找工作很困難 連律師要找工作都很困難 連律師要找工作都很困難 所以 我們為什麼每年都會在街頭 舉行大型的活動 就是希望可以吸引年輕人來參與 一年前に台湾に来ました 最近に この映画祭があると知りました 2年前我来台湾的時候 第一次知道有這個殺人影展 私はすぐそれを招いて 映画祭を開きました 那我就 把這個 就帶回去日本了 就立刻取悦了 然後就點開了一個影展 今年も開きました 今年也會開 来年も開きました 明年也會開 で もう一つ私たちの運動を 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另外我還有一個想要介紹的 我們在座のは一般 table 9年前から至兼手の表現点 過程を演用 票現的 刻 var 表現 表現点 表現って いう的 普段に言いますと それから 書 それから act ben 正 それから短歌、そういう風な文学的表現、あるいは技術的表現を 死刑集の下を私たちから応募してもらう。 歌、歌、詩、文章、話、何等之類的展示出来。 韓国という大学中の中で、一生懸命絵を描き、あるいは小説を描くと応募してくれます。 その時には、あの絵の4倍くらいの大きさの、 その絵もくらいできます。 でも、こういしょの中では、紙はこの大きさの紙しか持っていないんですね。 この小さな紙に、全種を少し少し描いていって、 で、外でつなぎ合わせて、一つの目になる。 それを毎年10月、明日もそうですけども、発表して、 そして専門家、例えば、 今毎年、毎年10月の集会ですよ、発表して、 そして、芸術家の専門家とか、小説家とか、 そういう人たちが公表します。皆さん。 そこに大きな変化が起こったんですが、 今年の4月だったんですが その死刑囚の表現点で集まった絵を 美術館が1ヶ月 最初の2ヶ月かな 2ヶ月間展示したんです 今年有一個重大的突破 就在今年4月的時候 我們所作的這個死刑球的這個藝術展覽 有美術館願意幫忙展覽 兩個月 全国から一万人近い人が 岡山だったんですが 岡山に留意しました 那個是在… 岡山 岡山 那個美術館在岡山 但是全国有一万多人 就是聚集到岡山去看這樣的一個展覽 トモノグラといって スタジオティブの映画の舞台なんですが トモノグ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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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広島と北山県の サカヤマのところでシマシマアロ その通りです 就是有一個叫 翹字埔の地方 是一個 都是很多島 一個好眠 叫 翹字埔 そこの美術館で開かれたんですが 若い人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 うん 那就在那個… 剛才… 這樣的地方做展覽 然後有許多年輕的人會去看 それが大変多くな反省令人で 若い人たちの関心を引き付けて そして今年は 恐らく明日は若い人たちも これほどではないけれども 全体の5分月ぐらいに増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な という期待しています 明日からですか 明日一日だけです 明日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展覽 就是固定在十月集會的這樣一個展覽 那由於之前四月的這個展覽 有吸引非常多的年輕人 所以我在想明天的展覽 因為只有一天 他在想明天的展覽 可能可以再增加個 年輕人可以再增加個五分之一左右 再增加個五分之一 最後一つだけ私の心を引きます 最後再增加個講一下我自己的事 名護士として33人 やっていきました 死刑事件は何回かちとも ちょっと忘れましたけれども その中で今でも心を浮かんでいる事件があります 私の依頼者が執行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一旦を一人に行きました 我當律師33年以来 我處理過的死刑案件有非常多 但是讓我覺得遺憾的特別有一件事 我的當事人被執行掉 その時の悔しさとか悲しさとか 一生はそれに立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那個時候留下的悔恨還有悲傷 一輩子を留在心中 日本だけで死刑廃止は大変困難な事 光在日本這個地方要廢除死刑 就已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很多国民集中的私たちが心を通わさって、力を出し合って、 那些人在世間廃止以外的方法無法是否有何方法。 那些人在世間廃止以外的方法無法是否有何方法。 那些国民都在国境越來、大家在連絡取得、一緒成成的活動。 那些人在世間廃止以外的方法無法是否有何方法。 所以我覺得只有透過各國的、各個國家的、像這樣子的交流方式才有可能讓整個自己的國家邁向廢止之路。 そういう思いで僕がいます。 這個我是… そういう思いで僕がいます。 我是懷著這個想法告訴大家。 那我的發言就先到此為止。 謝謝。 這首都此為止他初期的請教保階人員到前提前提、 浩子阿 Immediately? 而且我 и來。 所以我可以繼續在… интерес新歌! 我要謝謝剛才的朋友, 等於過去她的 kor эт我, 丙之谷... 丙之谷嘛, 那個缘� Reserve 隔壁然後弄 對對對 反正這是在麥頓內海的 黃島附近的一個勝利 他們這個地方也有做到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請我們的魏國兄 我本人是非常樂意站起來講話的 因為在大陸呢 這個不像台灣或者香港 可能不跟日本一樣 律師是要坐在法庭上講的 因為我去過台灣是香港的那個法院 法官的那個座位都非常高 有一幾個台階上去 那大陸的法官呢 他就這麽高 他跟律師騎之間就差這麽點 然後呢 如果你律師站起來 那他怎麼拘落一下子 那氣勢就沒有了 所以呢 在大陸檢察官也好律師也好 都像小學生一樣 坐在那裡老實似的 拿著念材料的時候也是這樣 一本正經 而且很少有肢體語言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打破了 我們特別是我們律師呢 在一些比較激動的案件 比如說死刑案件 或者說是對人權破壞這種案件 我們都會站起來 站起來其實我們內部的 律師之間的表達呢 是對那個被告人的一種尊敬 因為很多特別是人權案件的人 那種罪 對被告人被定為山洞天赴 不要正傳的 或者說是信仰案件 我們都非常追蹤上 因為信仰案件也是一種 一直堅定的人才會被認為有罪 所以我們律師站起來 是對被告人表達一種尊敬 那法官就不願意 上個月我在河南貧女山開庭 我們是14個律師 因為他是一堆被告 我作為第一被告人的第一個聯合人 然後我剛站起來 那法官吹的就很響 啪的一聲就跳下去了 律師坐下 我說你讓我坐下 法律局在哪裡 他沒有 因為這個做著發言的是個習慣 我說我站著說話比較氣順 然後法官沒有 我會可能看著我 但是沒有辦法 其實今天我從昨天開始 我非常高興能夠跟安田律師能夠交流 我一定跟他坐在一起 不僅僅因為他是我的前輩 也不僅僅因為他在法治方面做了那麼多的貢獻 是因為他曾經做過了 我也做過 我也被警察抓過 當然他是做了有300天 10個月 我是6個小時 今天他介紹 他在 我是6個小時 6個小時 對 他說他在坐牢期間有2200個律師要給他做辯護人 他說我在會抓的時候呢 6個小時裡面也是電話不斷 幾百個人給我打電話發展信 網絡上基本上也廢僅了 所以我在香港的時候 很多人一說 你是大陸來的律師 然後 你好你好 大陸法治很糟糕啊 我說是這樣 但是律師的生活很精彩 可以想像一下 一個醫生 他如果在一個長壽村裡 50年都不處於一個病人的村裡 他可能會很愈問 律師也這樣 中國大陸的法治確實非常糟糕 但是律師的工作呢 可以說是過難壯過了 你做律師 你出差的時候 可能會被警察騷擾 半夜裡去查房 然後甚至你家人也可能會被騷擾 當然那不叫精彩 每次像我們開庭的時候 每次法院外面如果少於一百個警察 那就會想的很失落 然後 也是在 9月份 我有一次開庭 在開庭之前 頭壹天 這個被告人的親屬都被控制 他的一些朋友從外面來了 在皇上就被拔起來 然後到法院媒體一看 很多人也有百十個人 但都是警察是便衣 因為他們眼神就不一樣 跟我們經常大家伙 叫律師的眼神不一樣 他看影的時候 就不是像看賊 像看商人伴一樣 然後看律師 那種恨不得一鼓鼓鼓吃下去 沒有很多人 停滿了車 我們的車都沒有地方停 停了遠出去 然後我停遠了 還把他們故意示範 還把車搓走了 所以在大陸做律師 其實確實是一件 我個人的感覺是一件榮幸 是這樣的 而且 我們今年四月份 有一位丁家喜律師 他因為公開要求 政府官員公事財產 被抓了 到現在 還沒有進入水判 依然在羈押照片中 剛才 安田女士說他 宣傳廢詞的時候 又會搞街頭活動 這對我們就是一種奢望 不要說街頭活動 你 召集人在一個地方 大家聚一聚 我們 內陸 大陸呢 現在就是有一個叫做 犯罪活動 飯吃飯的飯 這是喝醉的 醉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大家在固定的時間聚在一起 一起吃頓飯 全國在同一個時間 每個月的 最后一個週末的 禮拜六的 晚上 六點開始 全國都在搞這個活動 叫犯罪活動 這個就 從去年開始 到今年開始 集中抓捕 抓得非常嚴重 到現在我們統計 有130多個 跟這個 聪明運動 關係的人被抓了 所以說 法治確實是 比較惡劣 惡劣的 還是 早前說的一句話 歡迎台灣的 這些年輕人 到大陸去做律師 哈哈哈哈 可能會有一個 不同的人生 哈哈哈哈 在大陸 呃 談到Face這一塊呢 呃 呃 不如各款 因為 在大陸 這個死刑每年的數量有多少 是個謎 哈哈哈哈 是個謎 是個謎 官方沒有 沒有任何術語出來 呃 好像是那個 國外的人權機構呢 他們猜測 不少1000人 但是我們 內地的律師 呃 我跟秦姑 可能每年才七八千多人 這個數量其實是非常恐怖的 七八千人 而且 它不像 呃 別的地方一樣 一個死刑案件 它要審好幾天 在大陸 呃 一旦是說 死刑下來以後 會很快的就執行掉 而且 而且 還有一個非常令人悲痛 氣憤的事情 就是說 你 家屬拿不到屍體 給你的是一坦骨灰 匪沫 呃 雙骨灰是官方的說法 我們只能說是一坦粉末 不知道裡面是誰 是誰 為什麼 沒有屍體 大家可以去猜測 因為 把一個屍體活化掉 是要花錢的 這種為人民服務 肯定會不會有原因 對不對 所以 在大陸呢 這個死刑 呃 就是 今年九個月份 我們 呃 努力抗爭了四年十九的 有一個叫夏俊峰的小伙 他是一個攤販 因為童死了兩個城管 我們認為都是一個正當防衛 因為城管把他關到一間屋裡暴打 他就順手把刀掏回來捅 捅了兩個 結果搶救無效死亡 那個案件我們抗爭了四年 大家都以為他有一線勝機 哪怕判個死犯留在一條命 因為 呃他當時他的 呃 身體的檢查報告也有 他是變體臨傷 被打的 非常清楚 這個證據是有的 那麼他就至少要認得他是一個防衛過當 那也應該留他一條命 但是他在九月底被執行了死刑 他的家屬就是說 在抱著孩子去 孩子四年沒有見自己的爸爸 想跟父親合照以後 不允許 然後也是拿到一 一談廢墨 反正 從這個 這個非常惡劣的案件呢 讓很多人清醒過來 呃 過去支持死刑的人 現在開始轉而廢徒死刑了 就在這個夏季峰案第二天 我們有一個叫李長青的律師 我們是好朋友 他過去是支持死刑的 他再往 呃 微博上 把我 把我的名字按下去 然後就明確告訴我 說從現在開始 我支持廢徒死刑 因為死刑 已經成了平民的特工了 我們在去年 林欣宜參加了一個那個 就是 我們 我們研究所 我們死刑研究所的一個 一個活動裡面 他 林欣宜今天還說的 說沒想到會有一些 呃 支持死刑的 也參加了我們活動 然後在活動上 對我發生非常激烈的爭執 本來我們是要推動廢徒死刑的 結果 回到了那個 要不要廢徒死刑的一個 他認為是比較低端的一個爭論上 其中有個律師 當時我是主持人 什麼其中有個律師 還過來搶我的話筒 非要把他的罐單表拿出來 哈哈哈哈 但是現在 就是說 這種不斷的 惡劣的案件發生 在 特別是老百姓之中 這種 對死刑的觀點 已經有所改變 呃 這種改變呢 應該說是 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為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那個 國企蘭 國企蘭的案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的太太 國企蘭看來 是欲謀殺人 欲謀殺人 也比那種 臨時起義的殺人 情形要惡劣 但他沒有 沒有死刑 然後 那個法律規定的 所謂的那個貪污多少多少錢 要判死刑的 那幾千萬上億的 也沒有死刑 所以 通過下去封這個案子 很多人就清醒過來 死刑 確實就只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個特工 呃 曾經在大陸有一個笑話 說 呃 為我們外交部的部長說 中國什麼時候廢除死刑 那部長 誠意了一會說 其實在香港黨內已經廢除過死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機構 我們呢 叫中國死刑關注 興善研究所 為什麼叫興善研究所呢 呃 他是取的一個死刑犯的名字 叫騰興善 這是一個冤案 因為事後證明了 但這個人早就已經被執行過了 所以我們 取這個興善名字呢 是為了紀念他 呃 另外一個為什麼我們叫中國死刑關注 而不叫廢除死刑關注 或者說推動廢除死刑呢 因為在中國廢除死刑的道路是非常漫長的 我們要做這個工作 目標很明確 但是呢 要避免樹立更多的 呃 過於廣泛的地理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說關注死刑 哈哈哈哈 讓死刑呢 在死刑存在的前提下 讓死刑儘量的恭請 呃 符合正義 讓那些死的人呢 至少呢 不是冤案 不是錯案 因為在 我們 這個 被死刑犯變故的過程中 其實很大一部分啊 是 冤案 錯案 概率非常高 我親自辦理過的這種死刑案件 就是 呃 非常明顯的正當防衛的案件 也被判處死刑 還好 最後我經過問題沒有執行掉 然後還有呢 就是在大陸的這個 刑訓逼供 非常嚴重 所以特別是暴力犯罪 大多數的取證 都是通過刑訓逼供逼出來的 而且呢 也很多無辜的人 就是在這種暴力 暴力 毆打之下呢 他已經沒有活路了 他只能認 就是 昨天我們這個 這個 審訓導演放的那個 就是樂評的案件就是 就是 五個 其實叫做五個人 當時抓了四個 那四個人是無辜的 跟這個案件沒有關係 就是不斷的暴打 最後把那個 他們就招供了 而且在 呃 中國這個 刑事司法程序上的 口供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你在 後 他只要這個人類了 然後其他的 你再去想 用其他證據去推翻 非常愧難 而且 呃 一旦這個案件 一旦人被抓獲 那警察立刻就要立功 然後要升職 發獎金 那 後面這個案件 他已經立功了 已經發了獎金了 然後你再去糾正這個案件 退場就更大 因為那個 中國還有一個 不正常的現象是什麼呢 呃 有一個機構叫做政法委 那個政法委 基本上都是公安局局長的監任 他一方面是公安局長 另一方面他是政法委 這政法委呢 又領導了法院和檢察院 他表面上說呢 這個政法委這個職務 和公安局這個局長的職務 不一回事 他就搞了這麼一個混淆的概念 那實際上他是一個人 那你說他在說哪句話的時候 是公安局長哪句話的時候 他說政法委呢 所以 政法委領導公檢法 實際上就得公安局長領導了檢察院 和法院 公安局長說抓了人 那麼你說 這個後面你這個檢察院 發現有問題 退回來 你退一次 退兩次 然後你想作為無罪 撤上案件 那公安局是不願意的 因為他那個獎金在口袋裡 還沒發完可能 我在瑞士的時候 跟他們介紹 中國這個司法體制 就是這個警察 相當於是個廚師 他把菜炒出來以後呢 這個檢察院就相當於是服務生 他端著這個這個菜 要遞給法官去吃 這個法官無論如何 他必須去吃掉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我們律師站在旁邊喊 顏口多了 顏口多了 哈哈哈 不管用 他必須要吃下去 這是他的他的任務 所以說 在大陸 要是說 一旦公安局定了 就等於法院定案 他那種無罪推定 在形式上 法律條而略 但在實質上是沒有 但是也不是那麼被管 因為 經過律師的努力呢 還是有一些人被救下來了 我們 今年剛剛成功的一個是 在河南平頂山 那個是 一個 他叫 網上非常火 叫死刑保證書 就是法院 給被害人家屬保證 這個人要判死刑 案件還沒有審 對 因為就是 你們可能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們出現這種情況 法院 作為一個官方 為什麼不向老百姓去保證 要判這個人死刑呢 不合情理啊 但是 在中國還有一個 不正常的現象 就是上訪 新訪制度 是對法治破壞 最嚴重的一個制度 因為在一個法治健全的社會 應該法院的地位是最高的 法院做出了裁決 哪怕是錯誤的 也應該追用它 因為授予它這個權利呢 是一個最終的 一個方向句號的一個 一個機構 但是在中國 還有個信訪制度 你不論你在哪裡 你就是說 你不管對哪個部門 你不滿意 對哪件事不滿意 你都可以到上一級 政府或者人大 再去找 但是這個制度也是假的 因為很多人因為上訪被抓被關 那個制度是假的 這個制度呢 我們律師理解 它是恐色地方政府 就是 就跟過去的皇帝一樣 就是說 我這裡有一個上方寶劍 隨時可以把你頭砍下來 只要有人寧願幾乎到我這裏 我就會砍你 但是呢 這個制度是一個恐嚇性的 恐嚇的是地方政府 但並不真的是給 普通民眾去解決問題的 所以這個信訪制度呢 就給一些機關 法院造成一些壓力 這個壓力呢 就造成對法律的很大的破壞 我剛才說的這個案件就是 這個被告的家屬 這個被害人的家屬 不斷地上網 要跳樓 要怎麼著 要自殺 然後呢 法院就把他叫去以後說 我們肯定要看他死刑 現在你給我寫一個保證書 就說如果法院判他死刑 我就不再上網 不再造勢了 而且這個保證書居然後來 被人從那個案件裡找到了 公布到往上去了 然後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已經十二年 到今年是十二年了 那個人被判死刑 然後高院撤銷發回去從水 然後又判死刑又回來的 十二年還好的人還活著 就是我們這個機構去關注這個案件以後呢 他其中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破綻 就是一個幼女 他在樹林裡被監察 當然警察也好 老百姓好 這種案件是深不透決 這種心情的理解 但是他們為了 埋成這個破案的任務 造假案了 這就不能讓人容忍 在現場 當地的村委會陪著警察去取證的時候 在現場發現了一個43碼的 就是43碼的一個血印 一個腳印 然後還倒了石膏的膜 這個是那個村委會書記 親自包著警察抬到車上去的 一個大腳印 但是抓住那個被告 是39碼的血 小個頭小腳 配不上 非常明顯 而且在那個 就是說 在那個女孩子身上呢 還發現了就是一個體毛 那個體毛的DNA 也和被告人不服 但是 剛才說那個腳膜 還有這個體毛 到檢察院就沒了 關鍵性證據沒有吧 然後這案子就一直拖到12年 後來那個死亡保留書爆出來以後 全社會的關注 最後法院才把這裡放了 今年剛剛放出來 但是人雖然出來了 但是還有很多沒有出來的 死在裡面 像剛剛我說的夏女峰 還有很多我們說的同情善 很多 所以我們這個機構呢 我們這個死刑關注呢 應該說是任重道有 我們確實沒有能力 像那個 所謂的魔鬼代言人 還來不及估計魔鬼 因為那是好人 那些明顯的死刑案件 明顯的錯案 明顯的證據不足的案件 都被頂 我今年剛剛的 就是我們辦理的一個案件 那個 在尸檢報告中明確的寫明 它是被刀捅的 明確的寫明 刀傷 非致命傷 然後 最後結論 死亡原因是刀傷 手術 疏不感染 以及長期臥床導致的 43厘米的血栓 不如大家想象一下 43厘米是什麼概念 這麼長的一個血栓啊 健康人也不毒死的 43厘米 43厘米 43厘米的血栓 在它的肺部 這個其實是應該是說 一個醫療事故 是治療不當 而且它是經過兩次手術 第一次手術的時候 只把肚皮縫上 然後它腸子有一個小孔 也是很小的一孔 很有縫 第二次送到另外一個醫院 才發現 才給它縫上 而且還 後來還有了手術感染 然後還有臥床 臥床導致這個血栓 這個事件報告中 已經很明確地說明了 它那個死亡原因是多重造成的 我不反對 不否認 這個傷是它造的 但是死亡結果不是它造的 它就應該只對那個傷害結果 承擔法律責任 共同重傷 那就應該按照重傷的標準 判十年以上 與自己就可以了 但是 就是 因為這個案子也是十二年了 看來這個大陸很多院 都是按照這個屬相來的 一周圈才夠 這個案子也是十二年 二審 我們代理的還在神力中 二審因為 一審的時候 這個統輪的跑掉了 另外一個沒有統輪 站在旁邊幫忙的 被抓了 那個人判了死刑 十二年前 就這一個站在旁邊幫忙的 沒有動刀的判死刑 那然後來呢 那個案子呢 是被高院 山東省高院 被改了 改成了死犯 死犯也是非常冤的 他死犯至少要做二十多年的牢 就是因為十幾年前 那個案子判了死刑 那個案子認定 它是 就是說 刀傷致死 然後 後面這個案件 又一次判了死刑 我們代理二審 但是我估計是二審 死刑的可能性也不大 但是我們要求的 實際上是應該認定 它是 對重傷承擔責任 不應該對死亡後果承擔責任 那個案件 現在的判決還沒下 臭毛部 現在 不好意思 再先受刑吧 在黑暗的時代裡面 我一直覺得 問不懂 你多少 可以刺草的人 聽起來好像很有趣 可是事實上 實際上 每一個人都有 發生在你身上 是輕輕恐怖的事情 一開始你說 要求 關於公布財產的 律師就被抓走了 現在被抓走了 台灣在 蔣介石時代也是這樣 就像白雅山就是這樣 大學生 逼人 然後要求說 那個 關於律師 應該公布財產啊 蔣介石有財產呢 然後他就被抓了 關係 所以就這裡 我們來說 國民黨的共產 確實是雙胞胎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劉浴師 劉浴師還沒有講到說 他們要 如果當真正的魔鬼去代言 他們代言幾乎都是好人的 被冤枉的人 所以 在中國 連當魔鬼都很辛苦 像我剛剛講的 真正的魔鬼 就是這些 貪官孤立 那這些貪官孤立 通常在台灣 都是跟台灣的 這些有權有勢的 都是好朋友 你絕對沒有聽說過 連戰 連勝倫 他們去拜訪中國 回來以後講這些事情吧 沒有啊 中國很好啊 趕快去交流對不對 要交流 其實這樣跟努力 努力是這種人交流才對 那麼 我們也沒有看到 什麼小媚大的電視台 或什麼忘忘報 裡面會講到這些東西 我們這個 在大學裡面也常常這樣 就是說 現在 整個 這種 因為政府上行下效嘛 所以 過去我們都希望跟 日本啊 德國啊 美國的進步的國家 學者 互相交流的話 那近年來呢 要去請這些先進國家的人 來交流 跟國客會 或是 教育部給的錢越來越少 可是說 我要跟中國交流 那就 錢就去不下來 可是 那我學生 要去外國留學 不容易 可是如果到去 說要去中國 教外學科的話 欸欸你怎麼學 那我常常說 跟福大同學 講說 欸你去中國 是有什麼 我沒辦法教你了 你一定要去那邊唸 你不然這樣 你是去學 我最推進嗎 你是去學那個 好 波迷行道 你被淡土失蹤嗎 如果有這個 我就沒辦法教你 但是我這樣講的時候 實在我們比不清 因為我們心裡很沉重 因為中國就是我們這麼近嘛 再怎麼講 我們的關係都很深 如果中國 如果能夠 鼻竹化起來 對大家都是好的事情 所以我自然是 希望說 那個劉玉士 能夠早日變成 魔鬼代言人 那你們 接下來 我們要請 我們的台灣代表 我想就是 比我算這個人 出來 謝謝 各位不要消遣一下 好啦 好啦 欸 其實大家待會兒 如果也有空的話 應該多問一下 那個劉玉士的 安田律師 因為特別是劉玉士 他可能在口內 沒有很多機會 可以講錯誤的 來這邊也有機會講 我應該讓他多講 可以嗎 他剛才講到那個 那個 政法委 那他叫我們公安局長 哪一個人這樣 這個 在那個 共產黨國體制裡面 這個 提中應有之義 這個叫民主集中制 工簡法一家 是不是 工簡法一家 工簡法一家 司法絕對不獨立 司法作為階其鬥爭的工具 這是提中應有之義 不過這樣是一筆 那一講起來 我剛才想到一件事情 那個 政法委 政法委 跟公安局長一個人 他可能就是 換個面具而已 我剛才想要總統跟 黨主席什麼 那這樣子我們 我就想到說 其實我們這邊 跟 跟中部這邊 必然有些地方進步 你知道 也有些地方可能 沒有比他們太遠 我先講說 有些地方比他們 進步的地方 至少我的律師生涯 十幾年律師生涯 到現在為止 沒有像 有律師這麼精采 我的律師生涯 都實在挺乏味的 我上過街頭 我上過街頭 穿這樣子上過街頭 穿跟下面那個 明天賽政府的一個表現 衣服一樣的 上過街頭 也有 我也穿過律師法上街頭 我也穿過律師法上街頭 都有 好 上街頭對我們來講 是加上便班 就這一點來講 的話 這個可能是 有律師比較多想像 你可能也很羨慕 看起來很快 但是我要說 我之所以今天 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做這樣子 非常乏味的律師生活 非常平穩 我不會因為今天 幫我一個很辯護 或者是說 因為講 我在辯護中講 譬如說我剛才講說 總統跟黨主席是第一個 我不會因為講這樣子的話 可能明天就不見了 這也是因為我可以上街頭 我可以上街頭 大家可以上街頭 也是因為昨天在 中正紀念堂 那邊結合白山軍 之前紅山軍 在之前什麼軍 什麼軍 有這樣一個可以上街頭的 活力 這個是會這樣一個活力 我們才有可能 讓我們辯護人 有這樣的一種辯護中間 這是非常個人故意的事情 這也很重要 這個是我很欣欣 我覺得 我們比中國這邊來的進步的地方 但是也有比中國 其實差不多太多的地方 不用太太多的事情 我們在製造冤錯案件 在製造冤錯案件的能耐上 其實因為比中國強太多了 剛才那個 劉律師講到那個死刑保證書 這個我倒是可以拿 邱和尊案裡面的一個 有一件事情來評議一下 大家可以比較看看 分享一下 剛才講到那個事情 我才會說是 法院私下切花給你家屬 這個基本上 極其名目張膽 極其名目張膽 那台灣的法院 其實不敢這麼名為張膽 可是其實台灣的死刑辯護律師 不管他辯的案件 是無罪的答辯的 原案 所謂是冤案的 或者是說 有罪答辯 就承認說我做了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不要判死刑的 不管是哪一種案件 其實台灣的法院在 要不要判死刑上面 其實面臨的壓力 跟中國是一樣的 為什麼這樣比較 我想剛才安田律師 在他報告的時候 他有講到 就是日本那件死刑 重刑化復刑的過程 那樣的一個死刑 跟重刑化復刑的過程 在台灣也是有的 在台灣也是有的 曾經一度在神水嶺域執政的時候 有看起來好像我們停止死刑 廢除死刑好像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說實在 那個時間 比布拉伯之孫還要短一點 布拉伯之孫好像 布拉伯之孫長一點 但是其實在我看起來 那個跟布拉伯之孫一樣 無根而短戰 圖根而短戰 因為那個不是從 社會底層的樹林 更子在那上面 所以那個五根而短戰 但是那個背後 你從那個過程裡面 可以看到 在從 從 停止死刑突然 一轉 風向一轉 變成重刑跟死刑 復刑 這中間你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社會上出現了 刑罰迷最主義 刑罰迷最主義的風潮 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那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的 這個刑罰迷最主義 其實是不分懶欲 都在操控的 不分懶欲都在操控 趁水扁執政的時候 有重刑化的指向 到越到後期 重刑化的指向也很明顯 他只是沒有講說 我要恢復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明顯他們感受過 但是在各個語言 刑罰的話 把很多原來不是刑罰要處罰的行為 入刑 或者說原來刑罰要處罰的行為 加重刑罰 那個虛勢是很明顯的 那在馬英雄上台執政之後 這個刑罰化的 和重刑化復刑的這種 重刑化復刑的這種脆率 但沒有 沒有 停下來 而且還 變本加厲 死刑的恢復執執行 死刑的恢復執行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立志案 而且還執行數量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不分來操弄 操弄這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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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個是治理司令 施政府的替代體 因為其實一個現代國家來講 特別是像台灣這樣子 已經進入了工業化 甚至後工業社會的一個 時期裡面 國家其實是非常困難 現代國家的治理是非常困難的 各種的議題 包括經濟、政治等等 這個在處理顯得非常困難 那現在政府的施政管法是失靈的 我們兩人從來知道 第二的那個民調都成為了很多 那個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那那個 你們看那個 網路上 最近在曹弘和馬英九層 半折的事實版話 對不對 正知道的 之前什麼都不知道 那個報告就說正知道的 然後一跟他講說 王金平如何如何 我就 喔那個就倒出去 那個其實就剛好顯示出 這狀態的邏輯 困難的事情 我忘了你當初沒有看到 因為我沒有能力處理 但是簡單的事情 我就跳出去 爭取真心 什麼事情簡單 資安議題 對不對 資安議題要差不多非常的簡單 我只要在法務部 或者是其他跟新法務部的 宣傳機器上面開動 開動這個宣傳機器 告訴民眾說 犯罪病解決什麼 然後 我寄出眾喜 我寄出眾喜 甚至施行 這樣子我就有真心 這個處理起來最簡單 我不用管他複雜通通通通 我也不用去管 我也不用去管 我也不用去管說 長期的經濟政策 到底有失業率如何 這個都可以暫時隱藏起來 但是簡單的處理方式 就是我告訴民眾說 你不要打 各種壞蛋 打各種 你都可以隱藏 非常的有成效 那如果這樣子可以 施政的話 其實我都可以想一下 你到那個 那個 那種遊樂場裡面 打 打鱷魚啊 打那個什麼 青蛙 那個遊戲你看過嗎 對 貓政 動動動動 就有分數了 這種施政在我看起來 就跟打鱷魚打青蛙的程度 是差不多的 就那樣的至少水準 但是那種不幸的就是現在死亡 就是現在死亡 所以 我們在 辯護人在實行案件所面臨的 就是整個社會一面倒 整個社會一面倒 要求要為被害人主持爭議 要為被害人主持爭議 要為被害人主持爭議 那要為被害人主持爭議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判被害人死刑 那判被告死刑 這個最簡單 這個是 媒體跟政府一次 我看起來是一次 鼓勵民間這樣想 民間社會這樣想 那法院在 鋪魚這種情況底下 他去判死刑 那一個人次 其實對法官來講 處在那個人當下 他什麼選擇 是很容易的事情 大家設成主題幫法官想一想 法官也是人 說實在的 法官也是人 偏那些法官 並沒有拿到那個神 他只是偽裝他是神而已 但是法官坐在那個地方 你設成主題幫他想一想 作為一個人幫他想一想 唐下授誠的背包 被整個社會包棄 我這樣講不夠辦法 絕大多數人案件 特別是做了 令人法子的行為的那些背包 他事實上是被整個社會包棄的 很多人連家屬都被認他 好 另外 他只有一個 頂多旁邊加上一個可憐的面部 沒有好心啊 好 可是坐在那個 那個被害人洗坐在其他包棄旁邊的 那個被害人 加上他的浴室 他背後是整個社會娛樂 好 他背後是整個社會娛樂 因此我在量刑的時候 甚至我在定罪的時候 我把天秤稍微移一點 移到背包那個地方去 移到被害人那個方向去 移到警察的那個方向去 那整個社會會讚揚我 我會想說儘管我實際上 其實違背了我的 我的職務 因為我的職務要求的是 看證據的要慢 我不是看輿論的要慢 但是事實上我違背 但是我這樣子做 我不會得到任何懲罰啊 但相反呢 如果我忠於我的良心 忠於我的職務 我不提不火 我不隨 羽恩喜悟 我不怕死刑 我甚至要犯他無罪 所以 那我在這種情況下 整個社會所說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個新店有一個虐童案 之前報上一個案子 新店那個虐童案 新店那個虐童案 他沒有案實行 二十人罰關沒有案實行 然後商法最高便也確定了 但被害人家屬這樣不滿 我們可以理解 所以我無意譴責被害人家屬 但是看看社會輿論 怎麼批評這個罰關 社會輿論怎麼批評這個罰關 沒有黃果子吃的話 我幹嘛什麼幹 這種心態大家可以了解 好 我來講一下邱童存案 邱童存案當然有非常多的問題 我在這個地方我不仔細講 我只講一件事情 在那個邱童存案裡面 有一件 有一個很關鍵的證物 就是那個錄影帶 那個當年勒索倫錄影帶 帶有那個裝有那個 另外一個悲哀的 叫賀虎綠藍的衣物 跟那個兇手兇刀的一個 黑色手錶帶 這兩個證物都是非常關鍵的證物 可是起初真的找不到 相信嗎 一個打了23年的案件 然後從頭到尾 那個最重要的物證 一直都不見了 然後我們早早知道 然後我們在 在最後變 因為判決決定的公司醫生 我們要去找到 找到之後 要重新做檢定 找不到 也判了 還是死刑 你知道判決書裡面重講嗎 判決書裡面說 這種重要證物不見 重要證物消失的不利 不能夠歸有被害人家屬 負擔 因為在座中間 有很多人是 唸馬來西亞的 不會 我不曉得你們唸過 行事訴訟罷了 沒有 但是我相信你們唸過 行事訴訟罷了 會去這種想法 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重要證物消失的苦力 要歸給被告負擔 都不是被害人負擔 但這個背後前 這個背後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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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跟剛才說的 有個死刑保證書的思維是一樣的 我保證要給被害人家屬實行 我給他死刑 被害人家屬會牽責我 整個社會也會覺得被害人家屬會牽責我 背後的思維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我認為台灣其實沒有比 中國大陸超前台國 沒有比中國超前台國上 因為對於執政者來講 對於執政者來講 對於執政者來講 整個社會因為被害人的權益 沒有得到聲張 至少社會上大多數人 被害人沒有得到公益 因此引發了高度的憶怨 中國大陸被稱為民憤 高度的大量的民憤 這個對於政權的存續 跟穩定都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在這一點來講 我會認為其實沒有比中國強大國 不過跟講到安田律師那邊的處境 我也覺得除了我們安田律師 幸運很多 因為安田律師 他作為辯護人外 他還得去推動匯除實行的工作 台灣至少在這一點上面的話 我雖然從事好幾個實行案件的變化 但是我基本上這些像影展等等 我都沒有下去採用 我都沒有去做 因為台灣也有廢屬師幾點 有廢屍 有這樣的一個社團組織 這樣一個社團組織 在台灣能夠處理活到現在 說實在也是蠻奇奇的 哈哈哈哈 但是這個至少代表說 我們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的那個 對於 我剛剛都提供去寫的吧 異端的那個容忍度 對於異端的容忍度 其實比我想象中要高一些 這是可以值得信心的 但是我們在信心這樣 一種對異端的容忍度 這樣 稍微看得有點高度 的同時呢 也是要想一想 我們要去珍惜 我們要去珍惜 我們如果不珍惜的話 恐怕快費十個關起來 好 好 好 那最後我想 因為好像 剛才前面兩位 可能因為死刑辯護環境的個別 都被想到死刑辯護 這個議題本身 那我就想一下 在座很多可能是大律師 可能是律師 也可能是加上要當律師的人 所以你們也有可能想到說 做死刑辯護需要哪些欺騙的 但是其實我要講的不是這個東西 我要講的不是這個東西 做死刑辯護 做死刑辯護 當然有很高的技能 美國ABA 跟美國律師協會 這個ABA 他們有一個死刑辯護手勢 之類的東西 裡面對於死刑辯護 死刑案件的 辯護律師的技能 要求會非常高 但是我說實在我們節目 不是這樣講這個東西 我認為 對我來講的話 說在我辯護出案的時候 辯護求案的時候 辯護徐案的時候 我都沒有想到那麼多 那個就是我的工作 那個就是我的工作 我用 我至少非常自信的 跟各位報告說 我身為患者是海頭熱情 從事這樣的工作 所以當把這個工作做好 要把這個工作做好 其實最重要的是 能力 除了技能 除了最重要的是 能力 沒有那個敬業的話 你做過這個工作 這樣好像看起來是 看起來好像是老三常談 但是我要說 這個在死刑案件裡面 真的不容易 死刑案件裡面 真的不容易 因為 如果是冤在救援也就罷了 但是當你的當事 承認他做了這些令人罰子的行為 被這個社會上 不被稱為人工的時候 你要不拋棄你的當事 事實上是很困難的 所以 你在這樣的一個工作裡面 這樣一個工作裡面 你的工作主要是 是量行別人 在做量行別人 跟法官爭主說 為什麼做這樣一個行為 你要說服他說 為什麼做這樣一個行為 不需要喊死刑 不應該可以喊死刑 這個工作其實非常困難 在我的看法 原理做無罪有變 更困難 要做好在那一個工作 那麼多敬業的話 我看起來至少需要三個條件 我自己剛才講 是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你當然要有勇氣 你當然要有勇氣 當你站在一個 先夫所指的毛邊的時候 你確實是需要有勇氣了 就好像現在可能 站在馬來就可能 需要點勇氣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的當事人事實上 是被整個時候拋棄了 被整個社會寫刑 所以 不要做不當的連結 可是在那個當下 你站在他旁邊 而且你要指出 所有對他有利的點 告訴這個社會 看起來你是告訴法官 但其實你告訴這個社會 為什麼他不應該跟他實際 那真的要有關係 你要體認到說 你是好唯一的依靠 體認到這點還不夠 你還要有勇氣站在他旁邊 那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你要有信仰 你要有一定的信仰 我講那個信仰 不單只是你個人的宗教信仰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不可知 我沒有一個宗教信仰 但是我講這個信仰 是你本身對於辯護工作的價值 要有信仰 你要相信你站在他旁邊 然後面對前夫所持 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都是有價值的 這點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本身對於你的工作 你所做的這一切 沒有任何的信仰 這個工作你是做不來的 第三點 第三個條件 我認為 要把這個工作做到 必須要有一個前輩的心 必須要有一個前輩的心 這個前輩的心在我看起來 是特別是指 我們對於人類的不可知性 人類所持的有限性 人類所持的有限性 要有提的 事實上 如果說殺人者必須要死的那個想法 事實上是一種 在我看起來非常的刺大 非常刺滿的一種想法 我們其實只要想一想 為什麼 為什麼所有的殺人者必須要處死 同樣是殺人 有的人是臨時被刺激的 有的人是 有的人是復仇的 有的人是欲謀的 那為什麼都一樣都要死 新八五是九條 五是七條 裡面有很多年法律的 我們這樣講 新八五七條 第二個 幾塊 十塊 九塊 九塊 九塊也十塊 對不起我把人家念得多好 背得多好 很多塊 但是沒有公司 沒有公司 這中間任何一個 機械性的數學公司 可以讓我們算出來說 這個人應該要判死刑嗎 或者是判無期無期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永遠要去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說 做這麼最大的個級的事情 看起來 為了社會防衛的觀念 應該把它跟社會普遍最好 那為什麼你非判他死刑 不是判他無期無期 這個答案有人能夠給他 這我看起來很難給出一個答案 很難給出一個理性的答案 五十七條四歲 裡面有列出數學公司出來 只是列出是十塊十有 讓法官去想 那個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量型這件事情 要的是智慧 要的是智慧 而不是自私 那如果要的是智慧 而不是自私的話 神最好是要ätté一點 因為四闊剛好就是不是智慧 嘿嘿嘿給我一下 所以就知道 我們該招四顆的 我就想幫我們ن Canvas 今天這場座談會到底是誰主辦的? 是Face嗎? 所以這證明中我們太貪心了 這三位都是避留的演說家 每一個人都值了一場 所以把音証在一起 加上我這個演織的一場 謝謝 我們應該要道歉 大家有否要討論 Koi 阿姨 她的演講怎麼說 確實啦 我覺得剛才郭翔兄講的 拒絕都受到我們 尤其是行家的話 不過最後講到雖然是一般是俯士 譬如說現在要站在蠻谷這邊需要的那幾個特質 我覺得其實沒有很難 你看我們如果要為最大惡情的壞人 殺人魔、辯護 他剛剛說我們需要有勇氣 要有信念嘛 對不對 要謙卑 那我如果要跟蠻谷站在一起 我需要 我的勇氣是我無恥的勇氣 我信念就是我對於富貴跟全世的信念 那謙卑如果永遠對於主是謙卑吧 這個 確實啦 對我來說是很難 我想你也很難做到 所以相對就變可言 我們應該對他身邊 在他身邊 我們應該表示一點佩服在一起 這裏面常常有很多 我們應該要是吃蜜麵的地方 比方說像羅宜學 我覺得他是一個佛教徒 羅宜學上台以後 他強調說他是佛教徒 他其實是反對的事情 但是他又說 那現在呢 是這個 法務部長嗎 那法務部長其實應該依法要 除了處決任何方 那麼這邊他好像告訴你說 他有一個兩難 你心肯 其實我覺得哪有什麼難 你就不要幹嘛 如果你馬上 因為你是政務官啊 你可以選擇啊 如果說馬上有個先生說 要他來當法務部長 他說可以 你叫我來他可以 可是我要要求 我就不要自律自己 因為我是佛教徒 那他不是讓他想當官啊 沒有人比較輕鬆 就是兩難嘛 所以這兩難 實在是因為比我們輕鬆啊 不過黃兄姆士 也可能很多年輕的東西忘掉了 我們台灣人的記憶就是這樣 三秋一過五 已經又加點迅速忘懷 這是壞事情 另外又說到半折之類 我今天早上有收到 我早哥傳給我一個email 我看到 日本有一個早早點大學的教授 知道說我們這兩天的 肉依跟我們說 竟然在 童童鐵面 這邊就是學半折之數 但是說要加倍奉還啊 我今天才大福 明天在政府 都加倍奉還的那個 他說如果 有一個半折之數講的話 那得獎的人 絕對不會在日本人在台灣 其實就我們對日本了解 日本 要有像半折之數 沒有 不可能是 就是因為沒有才要創造出來 你沒有想像這個 有一個矛盾嗎 半折之數 他的巧說 或是他的點 一開始是說 他要來大學畢業來應徵 快要畢業的時候 大社會來應徵 然後一晃就二十年過去了 對不對 他二十年都沒有惹事 四十多歲 快看就惹事 那有這種事情 如果他的個性是這樣 他在二十五歲三十六少 就死掉了 對不對 可是相對 台灣人只信這一套 我們馬上就要學學看 我們馬上就要半折之數一下 所以說起來 也許 很多地方 我們要比日本 如果要追求進步 是不可能的 何況跟中國相對 跟中國相對 就像肯農一樣 台灣要 往往是這樣子 這種大物名 要改變自己的習慣 不容易 我們兩個大物名中間 夾縫縫的小物名 其實很容易 調整我們的這些位置 反而變成這種 幾個大物名裡面的 真正的領路人 讓他們互相認識 我覺得台灣 最後在這個時期 非常差別 一定有機會可以 超越日本跟中國 雖然這已經變成丟臉事件 我們目前是在第八九十年 如果這樣成功的話 但是在東亞呢 還是有可能最早廢掉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時間 我們現在是到幾點 九點半 九點半 那還有四十多分之中 我們現在就有開放 提問好不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 不要急 同學你要先來 我們先讓給小朋友 他在高一而已 好 高一的同學請 這個時候 要問誰 然後 為什麼 好 那劉律師 你好 就是說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 在中國 現在這個 社會當中 對於律師這個職責 來講 他們會 應付 跟應付的人辦 會比台灣應付的人辦更多 比如說台灣 一個律師 可能要應付十五個人辦 可能中國 可能要更多 然後 我就是 說中國會缺這種 律師嗎 不管是 維權或者是 單純 純達官 除此 那一點 對 我不知道 您說的那個 要應付多少個人辦事 就是 手指動案件的意思嗎 對 對 會很多嗎 或者是中國缺律師嗎 呃 哈哈哈哈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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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第一點呢 按照中國的法律 就是 有可能辦出死刑案件 是必須要有律師的 所以呢 不管他家裡請得起也好 請不請好 至少要給他指配一個 政府援助的律師 在死刑案件裡面 是肯定會有律師 但是作為我們 律師個人呢 如果你自由的接案子的時候呢 那就 對這個數量是有 確實是有一個選擇 呃 有的律師呢 他 我個人認為 律師手中的案件越多 也不是好事情 因為 他不能專心嘛 我覺得 律師應該 盡量的少監案子 把每一個案件做的 做得更仔細 更深入 但是我們 在大陸的這個 一個案件的審限呢 相對於 呃 日本一個案件要審好幾年 我們幾個月就搞定 哈哈哈哈 當然所以 一般情況下 我是 掌握了一年 受理的案件 超過十五個 但現在已經超了 因為很多都是遠路的 早上沒了 你不能推 大多數情況下 如果說我 如果超過二十個案件 我確實是網路 謝謝 好 那一位 有沒有那個 麥克風 我去陳柏妮 請教一下那個 安德醫師 就是說 在我的客人的了解 呃 法律 是統治者 為了統治 被統治者而用的 所以說我比較好奇的問題就是說 律師 跟法官 殺人 這件事情 你個人 擔討 不得死 這個 這個很多的 法律案件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法官的誤判 呃 是值得商榷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就是說 這些 因為 誤判而過失 傷人 甚至至死 在這個法律的條文上面 對這個 法曹 和律師 都沒有追責 這件事情 您不知道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收集上 三個問題好了 還有其他的 後面 各位律師好 那我想要問一個 就是我想問安田路 那不過我的問題可能 嗯 有些部分會 請由火牆律師來說一下 因為我想問的是 台灣的一個案件 是徐志祥的一個案件 那 我們在 就是 這個 開設徐志祥的案件當中 有問到林浩生教授 他有講 就是 裡面這個問題是 共和共同證判認定的問題 那 這個共和共同證判認定的問題 林浩生教授有說 日本在共和共同證判的認定上面 比台灣進度了大概三四年 就 對共和共同證判認定 有很多客觀的 不同的標準 那 我想要就是 一方面請 那個 由律師說明一下那個 徐志祥案件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想要請問一下 安田 律師 在日本共和共同證判的一個認定 有沒有造成 就是 真的 就是 因為日本的法律 比台灣進步三十年 那所以在共和共同證判認定的這個部分 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嗎 還是 其實也是一樣有的 那 這條問題有什麼故事 可以告訴我們大家 好 那我們 我們再 再一個問題 等我保留好嗎 下一樓 不好意思 再 那都法律 那這個動作 還蠻多 剛才 有律師 您 講很多就是關於冤案的事情 那 台灣這邊的話 也有 但是我比較好奇 就是說 在死刑這件事情上面 欸 如果把 冤案這件事情 跟死刑這件事情 可能是那意義的 拉出來看的話 好 如果判出冤案不判 你們對死刑這件事情 需要等生的意義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你是問三個人還是 呃 也許 問 安田 律師吧 但是就是 如果 三位律師 願意 有答案的話 就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三個問題 先這三個 然後再解決一下 現在 裁判官的 弁護士 那 現在還在解釋 那 我想說 哪個 就是 弁護士的裁判官 都共 那 現在 裁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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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要問我說 徐漢有沒有共同 證判的問題 這個部分 我實在是 有點 confused 對我來講 為什麼 因為徐智祥在裁判官裏 裁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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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基本上 裁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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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muss 我跟裁判官 gute kasih 致ふ 我跟他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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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在李老師講話 我都說是違言大耶 只聽上半句 沒有聽到下半句 很容易誤解 而且你學問要實話 所以我們講李老師 這個案件的 學愛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那至於共同共同政法的問題 其實在每個國家 日本也好 台灣也好 美國也好 同謀政辦 或者是共同共同政辦 這個在認定上都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人 從何到尾都沒有參與 被控訴 是共同共同政辦的這個人 從何到尾都沒有下手實施這個追行 那你要總去認定說他參與了這個共同 那你只靠 只靠兩個共犯 其他共犯的共處 是聖罰 據講 是他犯的 所以在大多數的情況底下 共謀共同政辦的問題 不是實體法庭論的問題 是在實務上面法官對於證據的虛審 是不是嚴謹 抓的嚴不嚴的問題 像是法官今天抓 爆的態度就是 是寧可搓殺 也不可搓犯 錯棒 沒有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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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可搓殺 不可搓犯 如果法官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他算是很寬 他算是很寬 他算是寬 那如果法官的想法是 是堅持無罪的一定 的 寧可搓犯 不要搓殺 那當然算是很嚴謹 所以在我發現 共同共同政辦的問題 比較大的一個層面 是法官的證據素養 跟對人權信養的問題 我不曉得這樣回答 回答一個問題 回答到你的問題 另外就是 順便回答 如果死刑跟冤案脫鉤 給出一句 這個問題是一個 關於那個死刑 如果把冤案的因素排除掉的話 死刑是不是可以 我猜你要問的 如果說人類不會判錯 人不會判錯 法院判的判決一定都是正確的 沒有冤案的問題 那是不是可以用死刑 你要問的問題是怎樣 類似 類似 那這個的確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那這個涉及到你個人的信仰 你個人的價值觀念 那就我來講的話 我認為即使在這種情況底下 就我的信仰來講 我也有人會說 這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判刺刑 那我認為不可以判刺刑 主要兩者有 第一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其實就是 我剛才有講 量型本身是需要自分 是比較困難的 量型就是需要自分 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同樣都是殺人 反正每一個都要殺人 每一個來都要出事情 那這樣說每一個來都要出事情的話 那麼我們是在殺人 我們是在毒殺人 我們是在... 因為人類社會永遠不可 杜絕殺人的關係 都比較悲觀一點 我認為其實也有事情 我認為其實也有事情 殺人最大是永遠會發生 因為人不是極其 人是情感的動物 在受到刺激 在受到或者混合其他 怪在的一種情況 他會死亡 永遠都會發生事情 所以為了要嚇阻事情 永遠都會發生殺人的案件 所以為了要嚇阻殺人案件 去維持事情 知道我們案件 那是不切實際的 那假如說是 只要有殺人 就要判死 其實是唯一死刑的話 那麼我們到底要殺多少人 那這個是我們所謂的這個社會嗎 我不知道 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那樣的一個社會 我是侮辱下去的 那樣的一個社會 我是侮辱下去的 那樣的情緒要懂智慧 有時候 要不要把人永遠排除 這個社會之外 又多 你把神經病放棄 因為我說實在沒有標準他 而我最怕的就是沒有標準他 因為沒有標準答案 如果我要做出這樣一個 無可回覆的決定 事實上我認為是無可回覆的 事實上我認為是無可回覆的 對 的確站在這個法名上面 現在被判斷了 非常嚇唬 做了令人發生的行為 但是你總知道 在 如果說今天沒有犯大事情 再給他一個機會 二十年後三十年後 他也許對這個社會 事實上是一個有貢獻的 你怎麼知道 他不會 所以 這個對我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是我批判給大家的問題 因為是我沒辦法批判 所以我覺得 事情對我來講 是不是無可回覆的那種形態 我是沒辦法接受的 第二個 第二個理由 我認為 事情不應該有的理由 是政治資訊 如果說大家接受 是會吸引理論的話 我們都可以講說 政府的權力 國家的權力 來自於我們 一部分權力的壓力 這時候其實最基本的假設是這樣子 好 我們請問我們在座每一個人 有哪一個人有殺人的權利 我們每一個人都沒有殺人權 那我們何從把殺人權 照顧給勝負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推論你們可以接受的話 政府要殺人權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最後我覺得 這是史生命的經驗 第十考察的經驗 只要人類社會願意用死刑 可以使用死刑 那每個方死刑 剩下任何的檢險 都是可以用的 也許在成平時期 也許在社會安定的時期 我們會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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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行只限於最嚴重的罪行 只限於侵害生命的罪行 可以使用死刑 但是只要一旦社會共享變了 死刑 就可以用在政府的罪行上 在200年前 我都沒記錯到200年前的英國 偷個面包 偷到臉 比方是三天的 可以滿腳死的 有沒有樣的一個時代所在 有沒有樣的 回到過去的時代 死刑的動用 永遠有什麼樣的一個用 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記得是很肯定的 我們還是有事情 希望我們可以講 之前我們背景是 已經造成病之後 那時候也是比較偷竊 就可以在巴黎偷竊 跟在鄉下搶劫 殺人 最近是一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會請 那個安田律師 大概回答 他有兩個問題嗎 那你怎麼回事呢 話說一下 那你跟我說話說 你在歐師哥 敬我所知告訴大家 冤罪或誤罪犯罪判決 為何能不知気候 這個法官或是律師為什麼沒有被追究責任 那如果說是這個如果說是死刑判決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要被追究過世致死或是傷害致死之類的罪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吧 我非常贊成這位先生的意見 我認為錯誤判斷的人的確應該追究責任 其他人也像大義子 這部份中間掌控不見罪夠呈我 但是我發現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台灣 我都沒有聽過一個法官會因為誤判被罪就責任 但是我認為有更重要的是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 造成這個冤案的發生 就是讓法官做成這樣的決定的律師 其實他也是有一樣的責任 這個地方的使用是 基本的責任を問われない 今まで運用されてきた ということをしっかり考えてみる必要がある しっかり考えてみる必要がある 分かりますか このように地方の世界では 弁護士も裁判官も検察官も 基本的に責任を問われないで 済まされてきた ということをしっかり私達は 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というのを思います 我認為有關這個追究 法官還有檢察官還有律師 這樣子的在司法體系下的 這些人的責任 追究這些人的責任 這些事是應該要被拿出來檢討的 ですから だから私は律師たちに寄りかけたいです まず自分の弁護人が本当に自分のために 弁護をやってくれたかどうかを 問できようじゃないですか 弁護士がそれを怠った場合に その責任を負うではないか これが必要ではないかと 私はまず思います 私は宣伝です 皆さんに出して この辩護人 が本当に彼方を 行きたいことを どういうことになって 彼方の実際には 彼方のクリアを 彼方に彼方の 彼方の職業を 彼方をどうしたと 彼方の職業を 彼方の職業を それにが 職業を 誰も意識して 然後再追究一下 冤罪を無くする制度 政府的冤罪を無くするために 行動を無くするために生まれてく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意味があります 只要我們能夠 像在追究醫生的醫療責任一樣 去追究法官 檢察官 律師的辯護責任 判案責任 那麼自然而然就會出現很多的方法來防止冤案的發生 是不算有的感覺 日本の中で死刑案第4期がありました これによって司法制度が変わっ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本当は司法が反省するべきだと思うんです 本当に反省するならば 死刑は裁判としては無理だということを皆さんが理解したんだろう 裁判官は最初に死刑は辞めなきゃいかんということを理解したんだろうと私は思うんです そこで işte Etcasが反省すること 私自 言論が全監らない人 他們漸漸覺悟到說判的死刑是多麼嚴重、多麼痛苦的事情 因為我們到現在為止難道冤案還少了嗎? 看了太多冤案,可是這些冤案並沒有因此而造,讓我們司法有一個優勢改善 顯然就是因為這些介入法朝,這三種法朝,他們都被追究責任造成的 不論在台灣でも私事刑真的病人 est被罰犯過後, branch checking出商監無 privacy 硬を犯下入墳罪所謂的犯罪結果 有別的到處 Fighter管署的那些 Trainingdoo値成本 被罰個身,這個範圖至少要 所以還是找到犯罪祭中福痛 我自己 profile… 我希望之前 她是說蘇萬嗎 因為蘇萬蘇建合他們才剛被入罪 就是被終於入罪確定了 那我認為是應該大家應該要好好去追究這個案子裡面 造成這樣的冤案的法官檢察官 甚至造成這樣狀況的律師的責任 我希望各位可以好好檢討這個案子 第二問題是 共謀共謀證犯 日本也是一樣因為共謀共謀證犯而導致有罪判決的狀況是很多 共謀共謀證犯 如果要說共謀共謀證犯的話 那我也會是有罪者 共謀共謀證犯的恐懼的話 何かというと 執行行為をしていない 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か 共謀共謀證犯 它恐怖的地方就在於 我是沒有去真正實行這個犯罪的人 法律的には 他人の行為を自分の行為のように 支配して利用した という場合に 共謀共謀證犯が成立する という風に法律的には 一般來說 別人的行為 就當作我的行為 我的思想的延伸出去 而形成的一個共犯關係 原本は ヤクザの親分が 公文を使って 事件を起こした時に ヤクザの親分まで 取って構えると 有罪にする というために 考え出された理論です この理論は 当初は 為了 黑道 黑道 小喉喉犯罪 被盪上の 黑道老大 承受 而形成出來的一個理論 但是就如同剛才由御師有講過的 這個共謀共謀這段也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理論 只要有人共述說是這個人叫我做的 他們就變成了這樣一個共犯的結構 這個法律理論變成說可以發展出很多很多的冤案的一個化學理論 現在就是共同制法並不是共同制法 而是共同罪之間的案例 以及刑罰 刑罰 而是共同罪之間的 就是 那個 就是現在也有人在討論說 是不是只要共謀就應該要 共同被認為是犯罪者 對啊 日本政府想要聽 想要他們在起草共謀罪的草案 他們就只要是 這是更嚴重的 因為是針對跟基歐 我們跟基歐大家講好都要去Bemo 然後再留一個人都跟警察說 目前所有人都被抓起來 現在的正反論才是 本來的正反論 如果有所謀罪者 如果有所謀罪者 如果沒有殺人罪罪人 因為從以前的政犯理論來看 只要你不是直接殺了這個人 他就不會被認為有罪 那麽大家 如果沒有殺人罪罪者 但在這樣正統的理論之下,你要去證明自己是沒有做這件事,相對是容易的 但是有公謀公合偵犯理論之後,就算你不在現場,你還是一樣有可能被認為證犯 所以,證判官人員被捕捉了,證判官人員被證判警署做了,證判官人員被證判官人員被證判, 譬如說就是那個安田辭職的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會 我就會被認為也是其中一個共謀的共謀政犯 那這樣子我的定罪的機率就會變高 那像剛才講到那個共謀罪 那就變成會說你就算什麼都沒做 你什麼都在完全不在當場 你還是有可能會被問罪 在這個方面以這個層面來講 他比共謀共謀政犯更恐怖 他只要是你不在現場的話 你就會被認為是共謀 因為這是反恐的呢 共謀罪的發想就是因為要反恐 所以這個全世界包括美國啦 這些進步國家為了反恐 他們開始出現這樣子的行為 你如果以捐款 捐款給台全會就台全會 後來這個警察證明說這個捐款慢慢流到這個可能是恐怖主義者的手裡的時候 那麼你在捐款人 你不知道你捐給誰啊 你捐給假 結果後來這名是你 然後收拾了 又被國家認定是恐怖主義 即管他不是 可能不是 國家國家認定 那麼連理都有罪 用這種方式 但是 理論上是說要抓恐怖主義嘛 其實比方說現在中國 那像這個 或是像江一話就把這個熱皮亞 現在還不要 威武爾除了 民雄當作恐怖主義者嘛 所以我們當時請他來演講說 我們就變共謀罪 我就算是 比較可怕了 確實是視覺性的問題 統合罪的技術就是 TROE的防衛 對於態度內容 共謀罪其實它就是為了反恐而來的 就是TROE的防衛 對於民雄當作恐怖主義者 現在 我認為 這個罪之後 冤案會越來越增加 其實事實上 被指控為 恐怖分子這樣子的 冤案其實在整個世界 就是全世界也都一直在增加 另外還有一個我覺得應該要重新檢視 共謀共謀正常或共謀罪的原因在於 對於三次的詢問 原罪無ければ 死刑 這個就是 對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對不起我剛剛講錯了 這個就是我覺得 這個要重新 應該要重新檢視共謀共謀正常或共謀罪的一個原因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對還沒回答完 抱歉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就算不會出現冤案那樣的事情 是不是應該存在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我對於這個問題本身有兩個疑問 第一個是這個人創立的司法體制真的有可能完全沒有冤案嗎 我認為可以用人的智慧去盡量減少冤案的發生 但是要讓它完全不發生是不可能的 因為事實上大家也不是說真的去想說這個冤案是 呃 因為事實上大家也不是說真的去想說這個冤案是 是應該要減少的 那也不是很認真的去做說真的要把這個冤案減少 那在這樣子的人 等於是人為的狀況之下 不管制度有多好 只要這個人的本身這個認真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跟進的話 我認為怎麼樣的再怎麼樣好的制度都不可能完全的沒有冤案發生 對 僕は今まで嘘が蔓延してき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裁判官にしろ 政府の人間にしろ 全部冤罪は無い 無かった 嘘が繰りついてきている 我覺得不管是政府 或是法院的 大家都是 大家在說什麼 郭友冤案這件事情 那個都是謊言 私ども5年前に 元裁判官に アンケートを頂きました あなた現在あると思いますか ないと思いますか と聞いたときに 6倍の人が 現在はあると思うと答えました 我曾經之前 做過一個問卷調查 去詢問 你曾經當過法官的人 那問他們說 你們相信有冤案的存在嗎 六成的人都認為有 その数字の少さに 私は驚訝しました 這個數字 我對這個數字很驚訝 因為竟然那麼少 もっと私は驚訝しました じゃあ あなたは冤罪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か と思い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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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一件 讓我更驚訝的事情 就是 我的這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 是說 你覺得 你有沒有做過冤案的判決 答えはゼロです 6倍の人が冤罪があると言いながら 自分は冤罪を出したことがないと答えました 這個六成的人呢 覺得這世界上好冤案 但是這個冤案都不是我做的 故郷の故郷 虚構の故郷 死法というのは存在しているんです ですから 冤罪がないなんて信じること自体 全く難線の存在を示しています 所以 所以 在這種 狀況之下 我が冤罪を出した で 最後ですね 所以 所以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真的是 覺得 要說 完全沒有冤案這件事情 根本就是這樣 私が死刑廃止を 言っている理由は 冤罪があるからではありません もちろん 冤罪で死刑があること自体 許せないことですけれども もっと多くのことは 人が 国家が人を殺した ということが 正当だと認められる それが 実に危険である ということなわけです 我認為 这个問題 大家 應該是 要去想說 藏伏加殺人 這件事情 真的是 妥当的嗎 他們真的有 正当性嗎 我認為 背後 是這個問題 人は確実に 生まれ合うことが可能だと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強制が可能 立ち直ぐことが可能だと 私は非常深信 人は 更生的可能 他人生が 再重新 再来過 危険を認めるということは 人に対する信頼を 無くすことだし 大きくすることだし それから 人を殺してもいいという 価値観を 私たち自身も持つことだし きゃって危険なことだと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死刑 存在這件事情 其實是 對人 失去信頼 然後 完全放棄一個人 這樣的一個 危険的思想 事件起こしてしまった人だから みんなの力で もう一度 社会一致できるように その人と 必須になって考え そして どうやっていくか ということを 実践していく ということが 重要だと思う 我覺得 當一個人犯了罪 要怎麼 集合眾人之力 讓他能夠 重新回歸社會 所以 這件事件 才是重要的 私たちはここに 決定を続けた 大成功的為 它が共同的為 あっと多一分 するほど それを十分分順目する あなたが 君の答え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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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なたが 君が 君で教えています 我们的机构 我们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 是坚定的要废除死刑的 反对所有的死刑 我们的目标呢 也是要在中国推动死刑的废除 但是呢 我们要走一些愉快的道路 比如说先减少冤案的错案 先把那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把它去除掉 在立法上去除掉 所以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废除死刑的理由 其实可以说两点 第一个 就是说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人权中的人权 基本中的基本 另外一个 国家没有杀人的权力 因为国家是由政府 政府是由人组成的 其实授予国家杀人的权力 背后就是给了那些人杀人的权力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杀人 不管那个大法官 是由九个人组成也好 还是像我们中国几百个人组成也好 他们都没有权力杀人 我简单说就行 但是还要解释 为什么 到底说要 针对冤案去提供帮助的 因为我们这个机构 现在还是比较弱小 我们每年能够 重集到的资金非常有限 能够找到又有能力 又愿意做这种免费案的律师的 这种人数也很少 所以相当于 这么多人都需要喝水 我只有一杯 只能给最渴的人 那就我饿了 我们先请介乎刚才那位 那个 那个 說實際上是一件事 我想請剛才一條律師跟安田律師的口中 我想知道馬田張華 或者剛才有律師所說的 像我本身是精神障礙者 因為最近看了一個案例就是 經常要判死刑 因為他判奸殺 我覺得這是我們經常人的一個議題 但是我們現在所有的家族團體 或者湯某還沒有看到這個議題 我想請教在 劉律師跟安田律師 在國外 馬園彰化 跟所謂的心之異常或經常者所犯 他們假如犯些超過 人所理解的那種 殺人的案件 是否在法律的歷史當中 有被判死的案例 或者相關的見解 請告訴我 謝謝 好 我們再一再 你們能不能盡量簡單清楚好嗎 好 我們一二三個好不好 你們不要急 就是我想要問 我想要問的主題就是 就是備除死刑的下一步 因為我們已經聽到很多 就是備除死刑的缺點 跟呼籲才用的理由 死刑的缺點是不是 對對對 我們已經聽了很多 但是我想要問就是說 那假如說我們真的 那備除死刑以後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 就是相對應的機制 能夠更有效力的去說服別人說 所以去採用這一點 那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常常提出了說 備除死刑以後 我們就要用周深監禁 那可是我自己在思考 不是周深監禁的 我已經引發另外一個感想 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權力剝奪人的生命 那麼我們有權力去剝奪 就是人周深 周深自有的權力嗎 謝謝 好 這個還是喜歡接觸 對答 因為這個問題 如果你想要得到周深監禁的知識回來 等一下你找Face給你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再來了 沒有 各位人士長 就是 就是剛剛在講廢除死刑的理由 我說很多 就是太多很多人是提到 例如說國家正常性和性能性的問題 但是我想說 是很多人在考慮死刑的時候 並不會考慮到這類的 相對的我們會比較從被害人的角度去思想 因此從一個硬報的觀點來看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判處他死刑 因為他適合真正的理由 那我想請問各位女士 在由被害人的觀點出發的話 你們要怎麼樣去 說服我們 說服我們 應該說 不能說 因為他是 這個時候你們是錯的 因為很多人 這是一個非常理所當然的想法 那我想請問各位女士 要怎麼樣去 對於這個說法進行辯駁 或是對這個說法有什麼樣的看法 謝謝 那你這個能不能在 他敲上一個條件 如果我說 好 叫Berry自己去殺 我等一下抓到了 然後叫Berry去殺 我的意思是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有愛 可是叫Berry給他殺 對不對 對 這兩口子在一樣 我唯一的問題是 很簡化的問題 好 好 好 沒關係 他最後一個問題 這一輪最後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樣才會講 好 我想問就是 如果你們完全不相 你們相信 你們不相信完全不會有冤案產生的話 那你們相信那些殺人犯 所有不會在殺人嗎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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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看起來呢 我們第一個問題 因為是 各種犧牲障礙者的話 有犯罪或是被弄犯罪的事實 有關 然後 剛才 提問的人 指定和律師跟案子律師 到真情的律師 都對這些 按照那個 ICPR的規定 我都沒記錯的話 公平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 之前的ICPR的規定 有精神障礙的話 應該被擔除事情 這個是很確定的 所以這個案件 就在考驗台灣如何證明 對於遵守 公平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的 決心到底有多強 那當然法院可以 可以認為說 那個精神禁定都是假的 他是狀風的 但是沒有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假設說真的有精神障礙的話 就不一定要被擁有的事情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不確的 那剛才這位 這位 這三位的問題 這要接近嗎 第一個同學問的問題 是說 被死之後呢 下一步是不是 其實在我看起來 你的問題 跟剛才這位同學 背上的講話 不是一樣的 比如說 一個社會什麼時候 才可以從死 比如說死情人家哪一罪 你知道嗎 對一個社會來講死情人家哪一罪 一個社會什麼時候 你把這個哪一罪丟掉 丟掉哪一罪之外 你把他敢吃什麼 好 這個比一部叫小不小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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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我看見五個人看法委員會說這是酷刑 是公民與政治全民國際公約所有的酷刑 但過去被捨運動會提出這個東西作為死刑的措置 但其實一定程度上也是要為了喊出被害的家屬這邊 反對被處死刑這邊的聲音 那那個聲音最主要一個點就是剛才這個同學所講的 你難道確信說他放出來不會再殺人嗎 我還要再養牠 才讓牠先放 是 好 問題 不過 話要講回來 那如果訪問你 你怎麼知道說他經過監獄的改造之後 或者是其他改造之後 出外都被你丟 我舉一個例子 第一個 你們在座的都知道粵杯 對不對 所謂的民族英雄 粵杯 粵杯在他開始小事件的時候 我講小朋友小兵啊 還在當小兵小軍官的時候殺過人 他是在 他很愛喝酒 年輕的時候非常愛喝酒 有點久多一個一個以後 就跟他旁邊的那個董事喜宗局 同袍喜宗局 突然被殺了 軍閥為死刑了 拉到那個中軍主帥的仗下之後 中軍主帥 饒了他一名 沒有死 然後後來要成就什麼樣的東西 你都知道了 人的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這是我剛才所講的 人的未來性 人的未來性 這個是我們所知道的 這個完全是各的價值他們的問題 我相信人有未來性 人有種生的可能 現在看到的他不得是將來的他 我們手上都沒有一個水晶球 可以去 去預設未來 但是我們對於自己 沒辦法預設未來這件事情 要有所提振 那對於剝奪人生命這件事情 可怕的 要禁為 對生命要禁為 這是我的看法 那個就是一種賢慰的想法 就是在我第一種所謂的賢慰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今天要會出事情 下一步要做什麼 下一步在我看起來要做的其實是 加強對被害的保護 加強對被害的保護 背處是其實他所要求的 他所賦予法庭的角色是說 法庭 或者說這個社會應該讓法庭 不是單純的負責者 我們可以讓法庭變成單純的負責者 如果法庭變成單純的負責者 就是我剛才那個 吳老師所講的 那要不要我親自把 把那個子彈交給那個被害的 把槍交給那個被害的執行 那最乾脆的法庭就是復仇之類的 被害跟法庭結合為一 是最乾脆的 但是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很清楚 法庭原來不是只有復仇之這個角色而已 所以我們如果要拋棄掉那個難民的話 那就是首先第一個要拋棄的難民 被害的所要的難道只是 我們把那個殺人給搶去嗎 我覺得對於很多被害的 他想要不只是那樣子 他要的不只是那樣子 也一樣 一個被害的 他失去他的新人 那我問他一個問題 那我殺了那個 殺了那個人 嚇壞一個新人的那個人 然後讓他的家人也遭受到 同樣跟一樣的問題 好不好 來 公主 我不曉得他會有什麼答案 但是我認為有很多人 我語心 我自己的語心 因為 兇手的家人也是 為什麼要因為他的 這個兇手的行為 會遭受到跟我們一樣的問題 我不知道 這個是我個人的推測 但是我認識很多人 怎麼多接受這種想法 被害的人 他需要的 其實整個社會要包大 被殺掉的那一個 可能是這個家庭的經濟支柱 當他死掉了以後 這個家庭最需要的 其實不是政府給他那個核死的 政府要給他們 整個社會要給他們 其實是在那個當下給他的支持 經濟上的支持 心理上的支持 但是台灣社會 所以台灣政府在這方面做得非常的差 這個做得非常的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 特別是在蘇安裡面 這是最明顯的例子 秋安裡面也是怎麼樣 這個被告談冤枉 這個被告還冤枉 但是對於被害人家屬來講 他絕對沒辦法接受 被告可能是冤枉的不可能性 秋安裡面有非常明確的行求證據 我在每一場演講 我只要放那個行求 從錄音帶出來給現場的聽眾聽 每一個聽眾都是非常的驚慨物 驚慨物 這個不是行求 什麼是行求啊 但是我告訴你 被害人的家屬 在放了這個錄音帶的同時 他可以聽完這個錄音帶 再次會大聲地說 哪裡有什麼行求 這個哪裡有什麼行求 瞭解我的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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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個被害人 在這二十幾年的輸送過程裡面 他除了那兩核子彈之外 他沒有什麼其他東西可以持續 因為我們社會沒有被他核子彈 他到這裡就只能夠選擇去 我們那兩核子彈 我想抓著經濟的地方 因為那是他唯一能夠得到這裡 所以你要問我說 我們廢俗實習的時候 他死亡去說服 反對廢俗實習的人 我認為我們想法要改變 對被害人的態度想法要改變 不是說比他連核子彈就好 而是說我們整個社會應該過來擦 應該用包 給他必要的回事 這個才是他所需要的 我就先講他做練習 謝謝 我們的漢業老師 哪是大 是不是有漢業老師 哪是大 是不是有漢業老師 請 剛才我看到兩三位 聽眾以前離開 我在想說 如果是這樣 那自然就會消耳 就會接近 不然兩個時候 就接下來就會更近 所以我不知道 不然這才能夠領望 就差不多了吧 這樣子 對 因為他有在說 終身監禁師 就等於是剝奪 等於是有這個部分 他點去思想要問 柳律師的意見 這種意見 剛剛不是有講話嗎 對啊 剛剛不是有講話嗎 對啊 剛剛不是有講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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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好 我剛才跟 我剛才是想說 我認為終身監禁會比較強實 事實上是不小 是 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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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是不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的规定是新神丧失者五岳 新神的心智耗弱者的减判刑 心神丧失的一人 死刑失劣者不得执行辞刑 另外也有规定说 针对新神丧失者不得执行辞刑 我认为这个法律是正确的 但是判断是不是有新神丧失或精神耗弱 这个是由法官来判断的 ですから どういうことが起こるかと言いますと 刑事件の裁判の場ではですね 精神鑑定医が心智に喪失状態であったと 言っても裁判所はそれを無視して正常であった という判決がただ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所以呢 到最后的状況就变成说 就算是有精神科医生专家在说 这个人是心神丧失 但事实上法官还是一样的尊重 都没看到 这种案子其实是很多的 彼ら何と言っているかというと 心神丧失或口弱というのは 精神科医が判断するのでは 裁判官が判断するのでは 法律体验だと言っているわけです 这个理由是在于说 有关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的判断呢 法律是并不是让精神科医师来判断 而是让我法官来判断 多くの場合心神丧失だというふうに 精神科医が行っても そのまま挑めることはなく 心神交弱に留めると その有罪にして 例えば死刑の場合是 こういう無期懲役になるぐらいの案件です 大部分的状況是说 就算精神科医師認定他有精神丧失 但是法官他都会认为 这个最多就是精神浩弱 所以就比如说 像是把死刑剪為無期徒刑 これはどういう判断が その背景になるかというと やはり罪を犯した人を 無実だ、無罪だと言って 解放することは危険である ということが必要です もう一つは社会が許さないということ そういうことの配慮から 心神喪失、あるいは交絡は 全てだけ認めないというのは実証です 那这个… 何もいえない? 第一は それは… というあまり そういう状態に 自身文字を持つことを 知っている状況に それは非常に危険な事です そして、 それはそのように その状態に 或行程上次或行程套路來判的機率是高的 律師非常奮力的終於爭取到可以鑑定 做精神鑑定 鑑定出來說這個人有精神喪失的狀況 那鑑定報告出來了之後 檢察官又會要求再重新鑑定 那再重新鑑定之後 到最後就做出來一份 然後他沒有形成喪失的狀況 這是目前的現實狀況 死刑執行的場面全都在密室中的行為 心神喪失也無法確認得到的狀況 那如果是在死刑執行的那個時候 因為死刑執行整個是在密室裡面進行的 外界完全沒有辦法得知裡面的狀況 所以到底這個主張新的湯思新的浩洛的這個判斷 到底是怎麼做成的完全沒有完全沒有辦法知道 過去 復活動一件 心神喪失狀態的人が執行された という情報 私達は一件持っています 我們這邊有聽說 有人其實是心神喪失的狀態 但是還是被執行的 これは世界的にも問題なかった 這個也是 這個在世界上也是一個問題 現在心神喪失的問題 なかった人としては 先ほどから言いましたけど 公務審議長の調査である 笠原商工 いう人が心神喪失ではない 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いる 這個也是 現在其實發言狀態已經整個 是心神喪失的狀況 但是 但是大家都不覺得 就是大家都不認為他有 這樣的狀況的一個原因 私たちの弁護人の一人として 最新弁護人の一人として 精神医学者 5人の一人 彼に会ってもらいました 我是他在省的辯護律師 那我有請5個精神科醫師去 去鑑定他 去看他 5人の精神科医全員が 心神喪失的 というふうに診断しました 這5個精神科醫師說 全部都認為他已經 心神喪失了 現実に私があっても もう植物と 言ってもいいぐらい 人間としての形を 精神的形を 留めてない状態でした 事實上呢 我去見他 我覺得他基本上 處於一個植物狀態 他沒有辦法去表達他自己 然後整個是 不視於外界的一個狀況 そこからもう少し 具体的様子を お話すればよろ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でもそのケースについて 裁判所が選任した 精神科医は 正常感という結論を出しています 但是我 但是在這個ケース裡面 法官所選任的 精神科醫師的 鑑定結果卻說 它是正常 その根拠するところは 監視の人が 見ている同性表 分かりますか 同性表 今日は何をした 何をした 監視の人が メモする 動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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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医師 作成這樣的結論 根據 根據 是說 因為他在 關在看守所裡面的 監視 監視 人員 定時 會去記錄 整個行動 整個生活的狀態 從那些記錄 看起來 他是正常 精神科医師 直接 見て 診察 したわけではない 並不是 精神科医師 真的去看見 這個人 然後對這個人 做診断 このように 法律 で どのような法律 で算命をと それを何かどのように 運用するか ということによって その法律の目的が 代替しろしにされてしまう というのが 日本の実証である 所以基本上 是 法律 是怎麼用 私たちは 全ての死刑事件について 精神関係を 必要的にやるべきだ という主張 我們主張 所有的死刑案件 都應該會被告 做執政鑑定 そして 最近では その精神関係が 可能 MRI スペクト ペクト という 脳機能検査も マチン ブラック 就除了精神鑑定之外 可能還要做 脳的核死攻陣 之類的 更精密的検査 ペット 或者是去研定、去診断他腦裡面、腦袋裡面是不是有一些異常、缺陷的狀態 另外還有像是檢查這個腦的代謝 這類科學的検査も含まれた上で精神科学的結論を出している 應該是要通過這些這麼多的不同的科學的檢查之後才能做這個診断確定的報告 精神科学についてはどんどん技術化進行して いろんな改名、新的改名採用 その最高の水準で判断するかいいのか 因為現在精神科医学其實也不斷的在進步 所以我們認為利用這樣子的科學的方式來檢證這個人 他本身精神狀況,這個在死刑案件所必要 だから修神経の問題ですか? 私は日本の中では修神経を創設するかいいのか 至於有關終身監禁這件事情 我認為日本應該要有終身監禁 理由としては、死刑廃止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は死刑が廃止できない 死刑廃止に対し躊躇している人たち あるいは死刑廃止について全面的賛成できない人たちの賛同へとしたら 修神経をとりあえず創設して死刑廃止に 必要とりあえずに行く事を取り合えない人たちの理由 我們是因為,就是 對於廃止死刑 這件事情還是有猶豫 或是沒有辦法全面贊成廃止死刑的人 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能夠說服他們 贊成廃止死刑的一個替代的方案 確かに終身監禁殆弱な手段だと 的確 那個終身接近的確是一個很殘酷的刑罰 但是 至少他不會奪去一個人的生命 那他至少是可能是可以替代死刑的一個方案 但是 生命を奪わない ということ それはまず 私たちの死刑心動的一番重要なこと そのためには 第一端として その次に終身刑を奪去 ということは重要な手段であり また私たちの価値観の転換だろう 先斬国家不要奪走人命這件事情 是我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這個任務 那終身接近的基本上 他是一個 就是可以替代 可以讓生命 一個一條生命不要白白被奪走 這樣的一個替代的方案 所以我們目前是 我是這樣的 で その次に 今度は終身刑の中身を変えて 終身刑を開始していけばいいか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那再下一步才是講到說 終身監禁要怎麼去執行 或者是說 終身監禁是不是應該要廢止 他根本就是下一步 で これは制度の問題ですが 弁護士の弁護活動の問題として 終身刑問題をお話ししますが 私 恐らく終身刑があれば 死刑の報告が回避できたという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報告を回避するだけで 剛才那個是就制度面來講 那至於就 我本身就是做律師 做編護人這樣的一個角色來看的話 我認為終身監禁應該可以很大部分的去避免 這個 會被判死刑的可能性 主張終身監禁的話 つまり 具体には 連合関係は成功したという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那只要是 所以到最後只要是 就是 沒有派死刑 只派無刑 無刑 對我來說 這次的辨護就算是成功 裁判官にしろ 裁判員にしろ 終身刑があの事件を選ば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 理由はどこにもない 那是因為 表示說 不管是法官 或是裁判員 他們都會覺得 喔 沒有一定要處理死刑的理由 私は裁判官 あるいは裁判員に対して 終身刑があの 異動者を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 ということを 済まることができる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這表示我可以去 逼問他們說 那你們為什麼一定要把一條生命給裸走 で とにかく 終身刑は弁護士によっては最難にできたというものを 總之我認為 終身刑禁是 律師一個最大的 最好用的武器 被害者様の問題ですね 另外有關被害人的問題這個部分 ユウ先生がおっしゃったことと 全く私は同じ考え方を思っていまして 有律師剛剛講的 我完全贊同他 裁判は個人的悲しみや 苦しみや憎しみを 話す場所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を しっかりと説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 我認為我應該要跟被害人去強調說 法院並不是讓你復仇 讓你可以得到報復 然後新的怨憤 怨憤可以獲得平反的 這樣的一個地方 しかし それでは 全然問題の解決にならないわけでして どこで被害者の人たちが 憎しみや悲しみを やら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か どこでその被害者の人たちが もう一度 人間に対する信頼を持ち 直すことができるか ということ それそのためには どのような制度設計がするの ということを 真剣に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という問題です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認真地去想說 要怎麼樣讓被害人 可以從這樣子的仇恨跟悲傷裡面走出來 怎麼樣讓他們實回對人的信任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要認真去想的問題 日本では被害者の救済の問題は 警察の問題として 警察が軽減事故 つまり監視事故として 警察の職務事故として 召喚されています 在日本的話 關心被害人的事件事 是警察的職務的一部分 ですから被害者救済は 警察の権限拡大に近づくなかった 所以被害人 救済という事業は 警察の権限拡大 警察ですか 警察です 警察 警察 事業是 所以这个被害人的援助 只是警察的 权限的 扩大 私は 被害者の問題は社会復使問題 自 cięând 但是我認為 被害人的uh 就 支援被害人這件事 其實應該是社會福利工作 所以被害者的問題是公正努力署 反應和監視努力署 我認為這個應該要有 類似像我們的衛福部去介入 然後還有類似像我們的社工作坊式 這樣子的一個制度來做後盾 這是制度的問題 那至於後面這個律師該怎麼做 這個問題有就先過嗎 裁判的問題ありましたね それを簡単に申し上げると 那次は裁判 就是剛才這個同學問的有關 他出來會不會再殺人 這個問題講到底喔 我認為這個犯罪的問題其實是貧窮的問題 それは松下の貧困もあります それから愛情の貧困もあります 比如說是 這個是包括財產上面的貧窮 然後也包括精神上面 比如說他缺乏愛這樣子的貧窮 就是貧窮的貧窮 只要被抓到這個核心的話 他應該是有可能防止他再犯 この貧窮を克服するためには多数のサポートが必要 那為了要補救這樣子的一個貧窮的狀況 又需要非常多的制度來做支持 反対活化した人的人材性 このような色々種類の他方面から有 サポートなしに再犯を動くことは やはり十分ではない 我基本上認為 就是為了要防止這個人出獄之後 再犯的這樣的一個支持系統 我在日本是不夠的 好 接下來一定會要十點 然後我們今天最長的要請說 今天兩人都快沒講過 你又是誰了嗎 因為劉律師剛剛赤穎講說 他現在還沒有時間幫魔鬼代電 那後面的物理都是跟魔鬼有關的 所以我以為就 劉律師要不要幫我做個 你給我做得到就算了 我今天得分了以為 劉律師 因為其實今天下午 已經有差不多四個小時的時間 安田律師跟我們台灣的一群 年輕的行事處的劉律師 已經在切磋 對於這些重罪辯護 以及任務 這些已經講了四個小時 但是他已經很累了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十點 應該要結束 那我 我聽了很多 這個問題 其實有些問題我建議 如果真的去 因為習律師想說 非要怎麼辦 最好真的進來 包括不管是廢死的 或者是 時間能夠接觸到這些 加害者或被害人的 這種事物去當職工 真正去深入了解 就會發現說 主張被害者犯的人 其實很少照顧 沒有 警察、警察官 因為他們是 這些 其實還在製造機遇遇 製造機遇遇的人 會真的會去照顧被害人嗎 我覺得 我對我的學生講說 我也很多學生的法律師的人 剛進來都說 我要 變成正義的施政 我要 當檢查官方打其犯罪 所以我遇到這樣 我第一個想法是他最不勝安的男人 這個全都可以 貌聲說就是爭議魔人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應該是有最推定的嘛 你假設那個時候 你惡然後我要打擊他 然後我就會很爽 但是你有時候不知道說 你碰到的這些惡情都是初見的 都是很不幸不耐的惡 就好像剛才那天律師講的 缺乏因為經濟上的部署貧困 或者說缺乏愛情 造成 實際上這實際上所造成的真正的懼惡 都不是這些人造成 大福那個案子是誰造成的 比如這種人起來 你缺乏愛情嗎 你缺乏朋友嗎 你缺乏金錢 你缺乏教育 我會想要把他殺掉 我們在課的時候 突然又把他分開看 覺得有點奇怪 最後呢 這個死刑的本質是有關的 坦白講齁 死刑要不要廢止 我覺得比較妙的說 主張廢除死刑的人 其實他們並不是那麼重 是死刑的人 反而主張要維持死刑的人 他們對殺這個人 能夠維持一個機制可以殺人 是非常非常在乎的 其實以我們來講 大部分重生的生命 我給我出一個 就是哲學性的服務給大家 但是前提是這樣喔 你要假設人是公民社會喔 我們要假設說國家 現在國家有刑法 有個執行 這個刑法可以殺人的法律 是由人民送詢給國會 國會制定出來的喔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只是說 它早就存在了 假設說好這是一個社會契約 那麼社會契約是所有人簽訂的 請問你一下有沒有可能說 我在簽一個契約 我在參加一個組織的時候 我會簽下一個可能性 萬一我做什麼事你可以殺我 理論上是可能 不要你是幫派的話 有可能嘛 對不對 幫規啊 我知道如果有幫規 如果有什麼 偷幫族的老婆的話 有可能我願意 要三道路 欸 這個有可能 可是公民社會有沒有可能呢 這是一個考慮 第二個呢 就算是可能還要再來想喔 我們能夠讓渡什麼權利 不要說我們可以讓渡的是 政治權利 所以我們不用直接去管 正式的交流單位之間 可是我們可不可以讓渡 不要這樣說 我們不要做事情喔 身體也是我的財產嘛 絕對的財產 生命為什麼絕對在這裡喔 我現在要讓渡我自己 我不要只請問 我要讓渡我自己 我把我的身體 讓渡給一個人 我當他的奴隸 可不可以 我賣身嘛 有沒有 賣身丈夫啦 賣身 我們現在都講那種 賣身給這個共產黨 賣身給買酒 然後就可以搭包裝 賣身不是喔 真正變成奴隸喔 因為喪失人性尊嚴 你就是真正的奴隸 可不可以 這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是違反 你說這個基本的 人性尊嚴就是說 我們禁止人 對別人做奴役行為嗎 使人為奴役罪是 人性尊嚴是大罪 可是我說 我自己願意 變成別家努力之後 可不可以呢 也不可以 法律一定可以規定 即使你出於自願 你要大量努力也是不行 那我其他人努力 我都不能做 我什麼可怕 生命也讓渡給 社會契約說 可以簽 簽署這個契約都過不過了 當時做什麼事情之後 我能力都可以 這個叫做 社會規則上實行不可能論 其實李孟正如要講說 日本的新法學 除了就學書籍而已 有什麼比較進步的地方 這方面也進步 李孟正老師的話要仔細聽 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剛才公開公平起來 沒有仔細聽 這是給大家一個 大家可以再思考的問題 好好想一想 不要那麼容易的就 我決定要 要當正義某人 李孟正老師現在雖然沒有 在場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